第0811章,往日于运,天机敌意。 魂天,最后辞别的从容不迫,让魏冤沉默了很久,却也只能到一生道友走好,然后将这一封魂天所留,恐怕千年万年都不会腐朽的信间折叠好,放入怀中,收拾心情,看向最后的几座时刻留信。 魂并不是拘泥于离别的性格,他虽然柔和,却绝不软弱,在信间之上,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和坦然,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前来这里坐一坐,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 在树作石碑之后,后,提及到,岁月真的是残酷的东西。 哪怕是蛙黄的造物,若是无法抵达一种更高的境界,也是无法抵御岁月的冲刷的,灵采,药物,可以维持住肉身的青春不老,但是魂魄却会在不断地经历,离别,纷乱,喜怒哀乐之后,不可遏制地受到损伤。 最终无法附和如此长生的重量,魂魄会消亡。 你西娇女,西黄的朋友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很安静,最后戏弄了一次西黄,我第一次看到西黄那样的表情,既不是痛苦,也并非悲伤,而是属于自己经历的某一部分被剥离的失落。 蛙黄为了让其余的人族能够抱团,亦或者不愿意看到西黄那副模样,以自己的血液创造了屠山市,但是我最后看到,那个叫做福西的少年以自己的血涕换了蛙黄的血。 或许,他也为自己当年,故意干扰了蛙黄的判断,使得阿蛙捏出来的人族充斥各种各样的弱点,而导致了现在的局面。 而感觉到遗憾和些许的歉意,若是魂魄的核心不灭,经历过修养之后,或许还有再来的机会。 但是,西黄啊,再度化作人类的女西娇女,还是你当年认识的吗? 我很想要这样问,但是却又觉得,没有必要以自己的判断,去影响其他人的抉择。 若是你的话,圆,你会觉得如此算是对,还是错? 你会不会后悔呢? 女西氏,名为娇女,屠山氏。 魏冤暗来暗眉心,感觉到了些许的熟悉,嗯,再加上喜欢戏弄西王母的秉姓,不会真的是她吧? 思,女娇。 她前世是蛙黄创造的第一批人族之一,曾经认识少女的西王母。 嗯,这样也可以解释了,为什么贵为十大巅峰之一的西王母,居然会亲自来参与一个人族的婚礼, 尽管那个时候的人族不弱,但是也只是放在了大荒百族当中的不弱,和一位执掌天结灾历的战神比,还是不够的。 难怪西王母在诸多天神之中是倾向于人族的,难怪许多的灾难当中,昆仑一脉的山神水神都往往站在人族这边。 原来如此吗?是最初的一丝丝缘分导致了后来的许多变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恐怕自己也无法遇到绝,无法有了后来的这许多的故事。 也难怪那个时候的西王母,对于自己转世这件事情,会抱有一种中立的态度。 魏渊心中涌动着,不过,女娇究竟是否知道这件事? 她想了想,把这一座时刻记录下来。 打算回去的时候让女娇看看。 她看向下一座时刻,这也已经是最后的一座。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贾依的神魂已经开始剧烈地破损。 岁月的流逝必然将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失,而她的根基和根底都太弱,在此地无法扭转。 我想要将她带着离开这里,去寻找阿娃,以及一些特殊的灵地,将其魂魄强化一次,或许还有转机。 贾依拒绝了。 这是她,作为原始的基础造物,第一次表达出了强烈的抗拒。 我问她,楼椅尚且惜命,生灵岂不求存。 她回答我,神灵的职责是开拓道路,傀儡的职责是奉守命令。 而贾依的职责是等待即将归来的主尊。 她说,你说过的,你很快就会回来,可能是明天,或许会是后天。 若是你回来,看到她不在这里,你或许会觉得失望,所以她不肯离开。 她表现得很抱歉,我告诉她,不必觉得歉意,若这是她的选择,那么我会选择尊重她的意志。 这是最后一次十杯,自此之后,后,似乎再不曾来过这个世界。 魏冤沉默许久,一直到杯中的茶都凉了,方才回过神,闭着眼睛,白发垂落背后。 这偌大的小世界,大道开辟的声音轰然作响,却越发觉得空旷,这三人所创造的道场之前,三千问心欲随,唯独青山道人席地而坐,白发垂落余地,只是觉得荒凉。 在下名为后。 无名为魂天,听闻道友欲寻求天道。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呵! 大道长生,各行其路,不复相识,已是难得。 人走了,手中的茶也凉了下来,魏冤收敛了自身的情绪,看向了更里面的地方。 那里,没有一座石碑,如果说是以前的魏冤,可能会完全忽略。 但是对于现在自身的宫体,走到了狱中四大道路上的她,那里的异常简直刺眼。 白发道人手中的茶盏随意一泊,茶盏里的茶飞出,落在了天机之上。 化作了一道道波光涟漪的残影。 那里原本有一座座石碑,上面同样有属于厚土的信息气息残留。 但是下一幕,这些石碑就仿佛被风化的沙粒一般,缓缓地消散无形,最终连一丝一毫都没能留下。 若不是魏冤此刻对于天、地、道、人、四类法则的敏感度极高,也会下意识忽略过去。 被毁去了,是谁做的? 魏冤想要看清楚是谁所做,想要看清楚动手的是谁。 但是对方的实力一来也似乎极为强大,二来跨越了漫长的岁月。 魏冤本身只是因为其特性,对于这一类的信息敏感,但是不代表她擅长还原。 对于推演过去、未来的天机类的手段。 魏管主的熟练度仍旧是会被夫子拿着借持满世界追杀的级别。 既然没法子自己推断出来,那就只好依靠外物了。 魏冤五指一握,直接把清醒之梦里面的何图洛书给拉出来。 何图洛书似乎都不敢置信自己被放出来,没有那一棒子莽夫老帮菜,也没有那个看不清楚脸却又阴地一批的煮酒阴。 没有,没有。 哈哈哈哈哈哈。 何图洛书在惊恶之后,旋即突然放声狂笑起来,灵魂暴涨,直接化作了一个身穿蓝灰色衣服,面容朴素到看一眼就会忘记的青年,放声道。 哈哈哈哈,魏冤啊魏冤,你真的是太小看我了。 居然把本座放了出来。 天高地阔,任我遨游啊哈哈哈哈。 从此,我将不再受你的钳制。 从此,我将会天地无敌,我会把你的黑历史告诉全世界。 蓝衣青年身躯爆发了一股强大的灵气,而后把握天机,就要瞬间遁去,远离那个噩梦。 正心情愉快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看到自己瞬间远去,却不可遏制地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时空裂隙。 自己会被各种各样的理由干扰,坠入其中。 睡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甚至于是战斗的时候,吃饭的时候。 而这些本来应该是随机的,毫无规律的时空裂隙,却都指向了同一个终点。 白发青衫的道人眼底漠然,背后隐隐流转无尽的剑气风暴,隐隐化作了天之苍茫,地之浑厚,人之炎黄,以及三者合一的大道之体。 看到白发道人伸出右手,五指微微张开。 赤令,和图洛书终将碎裂。 赤令,和图洛书碎片,永无再聚之日。 赤令,和图洛书,不可离此地三尺。 无数的时间裂隙,和空间裂隙汇聚,彼此相互连接,化作了一个永远无法逃脱的死亡困境。 而自己所遭遇的一切果,其原因全部指向于白发道人,指向了那一双混沌漠然的双瞳。 蓝衣青年额头瀑布汗疯狂飙出来,身躯僵硬。 这家伙,这家伙什么时候有了这个诡异恐怖的权能? 不那么擅长强攻高层次的对手,再说对强敌有剑术。 但是,对于弱于他的,简直就是百分百的碾压,连一丝翻盘的可能都无。 面对着这样的敌人,面对着这样的未来,和图洛书深深吸了口气, 而后用尽了一生的勇气,用尽了全部的决绝。 转身,踏步,扑通。 蓝衣青年双腿一软直接趴在地上。 大佬爷,我就是开个玩笑哈,哈哈哈哈。 无论如何无论何地,您卑微的小洛永远都是你的仆从。 我绝对不会嚣张的,那什么,黑历史咱都验进去了,您可以放心哦,完全放心。 和图洛书化作了原本的石碑,老老实实,从心而动。 白发道人都给这家伙整不会了,这家伙,到底是看到了什么东西,怎么突然就变了态度? 简直就像是给人直接殴拉了好几页一样,他将这些杂念压下,平静地道,我需要天机补算,你作为辅助。 好嘞,不知道老爷您要算什么?只要不是福西,咱都给你算出来。 魏冤沉吟,道,后土留下的石碑。 和图洛书。 魏冤补充道,以及,究竟是谁把后土留下的石刻都毁掉了。 和图洛书。 沉默了一会儿。 和图洛书趴地倒在地上,直接摆烂。 那什么,要不然,您还是把咱给分了吧,请动手利索点。 眼一闭,就过去了。 魏冤。 刚刚的雄心大志都去哪儿了? 白发道人无可奈何,而在这个时候,天机变化,魏冤河那边躺平摆烂的河图洛书都愣住。 或者说前者是正了下,而后者,更是直接震惊了,因为这一股带着敌意和探索的天机。 直接指向白发道人。 第0812章,福西,这外生不能要了。 清晰无比的天机线,就这么明晃晃直勾勾地迅速蔓延到白发道人之前,其中所携带的恨意和恼怒,就连河图洛书都感知得清晰无比。 躺倒在地的河图洛书都震惊了,我本来以为我已经够惨了。 没有想到居然还有人比我还要忙。 这到底是谁,竟然如此勇猛? 不知道,这白毛已经彻底变化了吗? 眼睁睁看着那白发道人,右手伸出,轻描淡写地把指向自己的天机线夹住。 和图洛书心知肚明这是独属于不周,弓体一脉的特性,能够以双手直接接触如同天机。 概念,法则这一类虚幻的东西。 这是哪怕天地地郡,哪怕是伏羲都无法做到的,独一份的手段。 至于另外那位老不周山神。 嗯,那位比较豪迈,比较不拘一格,比较疏于天机这一类手段的掌握,对于未卜先知,心血来潮之类的法门不大擅长。 另外,腰杆子也比较脆。 所以,搞不好伸手抓天机线这种粗暴的手段,只有眼前这白发道人做得出来。 虽然他仍旧不擅长天机补算,但是也直接免疫了相当程度针对他自己的补算推战。 除非是那位福西亲自动手。 和图洛书寻着这气息的所在,下意识地探索过去。 然后他的幸灾乐祸一点一点地消失不见。 东海牧神功芒宫殿。 这位神灵的宫殿,整体具备有蚁木契机,而且非常浓郁。 作为四海神灵当中排名最差的一个,却仍旧拥有远远凌驾于其余众生的位格。 这宫殿具备有磅礴无比的东海海域大多珍宝。 此刻宫殿当中的战将们面色都极为难看。 因为就在刚刚,他们失去了对于东海大帝的感应,就仿佛那位大帝彻底失踪了一样。 而去联系了西海的时候,西海那边同样失去了对于金正入收的联络。 这让东海西海的诸神都陷入一种担忧和隐隐恐慌之中。 尤其是在北海之前发生了巨大变故的时候,更是如此。 说实话,他们的心底真的有些担心。 担心自己睡一觉,就被告知,原本的功忙。 入收其实只是分神,东海和西海各自都有原本的主尊这样离谱的事情。 至于两位大帝的安危,他们的心中有些许的担心,但是不是太大。 入收那是谁? 庚金之道的造诣,仅次于西皇。 在那遥远的岁月之前,若非是那位少女一军突起,如同一颗灿烂恒星般照耀大荒之上,靠着一柄长枪打下了无可比拟的战绩,那么庚金之主的身份本来应该是入收的,而非仅仅是一个金正。 更进一步的十大巅峰,也未必不可以踏足。 这样的擅长功法的大神,再加上擅长生机疗愈的牧神功芒,已经是足以纵横十大之下的组合。 即便是十大巅峰级别当中,那几位并不擅长于功法和战斗的神灵,也未必就能够轻易地将这两位给击败。 而如今,这个世道,十大巅峰各自坐于最高之处,或者主宰一方,或者必是修行,并不出事。 这两位已经是天下第一流的层次。 他们当然不必担忧其安危,只是希望弄清楚两位大帝其其失踪的理由。 即便是立于无数生灵之上的大帝,本身强大无比,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找到方式联系的。 天下其真一宝,何其之多? 我们恰好有这样的东西,但是需要联手。 东海的战将缓身开口,然后手腕微翻,手中便浮现出一物。 散发出了磅礴的灵气波动。 那是一座石碑,上面有着无比繁复的纹路在流动着,展现出天机变化。 诡秘莫测的奇异之力,而西海的丞相也同样神色正宗,取出了一面类似的石碑。 两座石碑都是和图洛书的一部分,彼此连锁。 尊敬的和图洛书,请问,东海之地,西海之地,两位大帝此刻所在。 他们将手中的宝物,灵财一一放上去,作为献祭。 两座和图洛书,隐隐有气息相连的感觉。 最终化作了一道虚幻的身体,最终汲取了那些高级灵财的灵性。 灵文组合画作了一幅一幅的画面,是无数战将,是龙兽和虎兽拉动的,巨大而恢弘的行宫。 两位大帝饮酒。 下一幕画面。 无边的剑气一散,瞬间那巍峨战将就化作鸡粉。 纯粹的剑气,直接洞穿了那位西海之地入收的眉心。 而后画面一转,那壮丽的行宫,攀塌毁灭。 白发青山的道人迈步走出,右手五指翻覆,随意按在了勾芒的头顶,一瞬间将这位东海之地的契机全部打散,真灵崩促而亡。 一瞬死记,东海的战将首领和西海的丞相在巨大的震惊之后,心中的悲怆都剧烈无比。 在那种死记之后,手掌颤抖,道,究竟,是谁?这倒是是谁? 何图洛书的分身没有自我的意识,画面再度流转。 天机直接指向了那白发青山的道人本身。 在边陲的小世界之地,魏渊夹注了那一道天机线。 何图洛书循着天机的感应,弄清楚了到底是那个傻逼居然豪迈到了来占卜现在的这道事, 然后心底的那种幸灾乐祸一点一点的消失不见。 啊,哈哈哈哈,到底是谁这么傻逼居然敢算这个家伙? 啊,是我。 是我呀,呜呜。 魏渊夹着这一缕天机,道,何图洛书。 在?在? 悲愤欲绝的何图洛书一个机灵,道,您卑微的小洛永远在为您服务。 若是你的分身再多两个,能否帮忙寻找过去的真相? 啊这,应该没有问题。 好,白发道人点头,双目微闭,五指握合,将那一缕指向自己的天机直接握住, 而后主动打开防御,让那边的何图洛书来推占自己,顺便反向加强联系, 尝试拨动这边和那边的感应。 只是这距离有点远,中间多有波涛汹涌的海域,远不如指向人间的时候那样风平浪静, 魏渊尝试数次,都没能够成功地把握住想要的天机,没有办法让自己想要的那种特殊情况出现。 嗯,看来所谓的镇压天机的镇法,宝物都是有存在必要的。 自己的手段会被这些东西克制住。 东海和西海这两个地方,被勾忙入收经营万年,乃至于更加漫长的时间,已经相当稳定, 没有办法轻易地干扰,而就在这个时候,魏渊隐隐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而后东海西海的稳定瞬间被打破。 那种平衡出现错漏,出现了破绽。 魏渊瞬间做出反应,伸出手去,主动拨动命运,让那边出现了一次空间裂隙, 而后想了想,觉得这样子似乎直接伸手捞就可以了,顺势伸出手去。 东海之处,在经历过了漫长到让人平住呼吸,心中紧张的时间后, 和图洛书之上终于显化出了新的画面。 那时候,西海之地入收已经死去,而勾忙仍旧还活着,似乎极为震怒,怒声询问,你到底是谁? 画面当中的白发青衫的道人迈出半步,语气平淡回答。 欲须? 撕拉? 空间破碎的声音陡然清晰无比。 在场诸神猛地抬头,瞳孔收缩,看到那画面当中的白发道人伸出手,明明只是虚幻的,明明只是推演出的天机画面, 却真切无比地伸出一只白皙修长的手掌,五指微翻,握住虚空。 两座河图洛书化作流光,被握在手掌,飞入绣袍。 真实不虚。 苍茫空旷,冰冷漠然的气息一散而出。 下一刻,空间重新闭合。 手掌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消失不见的,还有两座河图洛书的石碑。 一片死寂当中,唯独平淡的声音落下。 原始。 东海西海此刻的两位最强身躯冰冷,瞳孔收缩,冷汗不断地流淌下来,心潮涌动。 无边恐惧,认出了这样的手段,在发现,被天机亏策的时候,反手从容出手,直接跨越千万里,漫长距离,直接反击。 无上大神通。 这样的手段,顺杀两位大帝的战力。 欲虚原始。 难道说,难道说? 就在一片死寂的时候,外面传来了惊呼的声音,树道身影,惊慌失措地飞了进来,道。 大事不好。 大事不好啊。 有何事情,如此慌张? 东海之神怒而询问。 那名汇报的修士跪倒在地,面色煞白。 东海之外,玉虚公弟子率领北海大军抵达了。 旋即又有仓皇的身影奔入,师声道。 不好。 那名和大帝交手过的玉虚弟子,手持一把长枪率领三千位队凿穿了西海的防御,怎么办? 一片死寂当中,名为玉虚的阴影笼罩于了四海之上。 彻底地,以无比强势的姿态,烙印在了他们的心底。 真实不虚。 小世界当中,魏渊看着三座合图洛书瞬间合一,整体似乎完整了许多。 为了防止这家伙又飘了,魏管主右手扣着那炳长安剑,嗯,沾染了两位大地鲜血的长剑。 于强的不破肢体,入收的更金杀法,全部都是被这剑破了的。 只有勾芒,死在了魏渊的长法下。 严格意义上来说,可以认为是不周山神一脉的大逼兜。 哈哈哈哈,恢复了,恢复了。 这就是更强的我,更加完整,更加真实。 何图洛书吸收了那两片碎片,放声狂笑,而后看了看那边饮茶的白发道人,斟酌了下,还是追从新的想法,老老实实地走过去,然后在魏渊的示意下,由魏渊亲自寻找到相关的天机线,而后何图洛书解读。 魏渊眼前,之前见到的画面,终于又重新地出现了。 那一座座,未曾解读的石碑,清晰无比,上面的文字,哪怕是阔别漫长岁月的现在,也能够看得清楚。 缘,阿娃失踪了。 福西很着急,或者说,他几乎要发疯了,居然跑去,和帝郡,还有不周山打了一架,我也在尝试找他,如果你有时间回来了的话,可以麻烦你帮一下忙吗? 阿娃太容易相信他人,容易被骗了。 魏渊瞳孔收缩。 感觉到自己终究还是和更大的事件擦肩而过。 而后接下来几座石碑,都是后前来看缘归来与否的情况。 直到最后几座石碑缘,阿娃失踪了,我作为朋友想要去找到他。 我多少知道了一点痕迹和线索,但是我终究还是不擅长战斗。 所以,抱歉,缘,我可以依靠你的力量吗? 如果你回来的话,希望你能尽快联系我,我需要你的帮忙。 还是没能回来吗? 缘,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忙。 已经,不能再继续等待下去了,如果再等待的话,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变化。 缘,我还是决定,要自己去了。 我不能够眼睁睁看着阿娃陷入危险,也不要小看我。 我虽然不是那么的擅长战斗,但是防御还是很在行的。 身穿长裙的柔美女子洛比写下了这些东西。 而后沉默,非常决绝地将这几座石碑全部地摧毁,而且是自己摧毁,假意捧着茶。 不解地询问,您为什么,要把这些石碑都毁掉呢? 这是很长时间才积累下来的。 柔美女子温和回答,因为我要出去冒险了呀。 假意不明白,可是你要冒险的话,为什么要把石碑毁掉呢? 意思是,如果我能够顺利回来的话,那么这些石碑就没什么用。 而如果我没能,柔美女子连了脸眸子,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微笑答道,那么,至少圆不会陷于我需要她的时候,她却不在旁边的自责当中。 作为朋友,我不能让她落于自责的境地。 柔美女子最后端起茶喝了口,道。 奇怪啊,当年和圆还有魂天共饮的茶,味道却似乎没有当初那么好了。 放心吧,假意,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我应该很快会回来。 到时候再喝你的茶。 柔美女子微笑着俯身摸了摸假意的头,转身离去。 画面消失不见。 这就是最后石碑的下落。 而后土,也再不曾归来。 假意年年收获新茶,再也没能等到客人。 和图洛书松了口气,而后洋洋得意起来, 自己居然能够真的完成了对于十大巅峰之一的后土情报的探测。 哎呀哎呀,真不愧是我。 她转过头,想要带着得意的和魏冤炫耀一番,而后思绪微微凝致。 看到那边白发道人独坐,树发的木簪不知为何,竟然缓缓化作鸡粉。 青山垂落,白发散落垂在地上。 眼眸微脸,一声死寂冰冷的煞气涌动着。 和图洛书思绪凝致。 许久后,才颤抖着道。 你,您,您怎么了? 没什么? 白发道人沙哑回答,心口有绵长的刺痛。 魂天,闭关而去,没能见到自己最后一面。 最不擅长战斗的后,没能等到自己的剑, 不得不独自冒险,生死不知。 假意孤首万年,自己都不在。 后吐还活着,他只是沉睡,否则耶明慧有所感觉。 他去了哪里? 对,是就挖黄。 福西,福西肯定知道后去了哪里。 魏冤缓缓起身,尝试寻找福西那边的通道, 而后发现那边居然死死封闭, 简直就像是关了门一样。 不单单是关了门,还心虚无比地从里面反锁了。 魏冤缓缓吐出一口气,口中有血腥味道。 福西,开门。 白发道人缓缓开口。 毫无反应。 我只和你说一次。 门动了,哗啦哗啦, 就好像是从里面加了十几层锁链。 魏冤想要拔剑,而后又将剑收回。 白发道人吐出一口气。 全部全能全部爆发到了极致, 右脚抬起,朝着前面狠狠的一踹。 空间剧烈震荡。 你他妈的,给老子,开门。 第0813章,就此生效。 看上去神色温和神秘的白发道人, 聊起一百就是狠狠的一脚。 不周山公体, 直接以身体接触概念, 让法则, 概念, 天机这一类存在实体化, 并且加以支撑, 接触的特殊能力, 和图洛书只觉得头皮发麻, 看到了一道道法则线汇聚, 仿佛化作门户, 神秘无比。 然后, 被那白发道人一脚一脚的狠狠地跺下去。 轰然巨响一声一声地炸开。 开门! 你开门! 魏渊吐出一口气, 看到那些被自己强行踏破的部分封印迅速开始闭合, 他终究还是不擅长天机这一类的方式, 虽然因为自己的实力不断攀升, 能够做出反应, 但是和福西比, 铁定丸不过, 而能够勉强和福西一比天机的。 白发道人的视线偏移, 缓缓落在了吃瓜看戏的和图洛书上。 和图洛书? 和图洛书上的灵文变化, 画作的表情爽朗微笑。 大老爷, 你该不会是想要拿我砸门吧? 和图洛书的微笑一点一点凝固。 你该不会想要拿我砸门, 罢!白发道人伸出手, 按住了和图洛书。 在万法中末之地, 福西擦了擦冷汗, 看着前面的门被暴力无比, 一下一下地砸着, 头皮发麻, 这外甥不能要了, 怎么越来越暴力了? 这一幅作派到底是从哪个混蛋那里传下来的? 肯定不是我。 不过, 不舟山公体虽然能够肉身接触概念, 做出种种不可思议的举动, 但是这一类的神灵根本不擅长天机的演化, 是绝对不可能打破这个门的。 福西松了口气, 看着那边哐哐哐砸门的动作, 然后趴地一下竖起中指, 嘲讽道, 你进来啊! 哈哈哈哈, 你进来的话, 我就让你嘿嘿嘿, 你想要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 你进不来。 一声巨响, 大门居然出现了一条裂隙, 而后天机和天机两两对应的演化, 那一道坚固无比, 从物理概念上无法被击破的大道之门就这么被砸开来, 一座石碑飞进来, 落在了地上翻滚了几次, 化作了身穿蓝灰色衣服, 面容中性, 满脸煞白的人类。 伏羲的笑容凝固。 哄! 本来要愈合的大门居然无法继续完成动作。 一只白皙修长的手掌从外面伸出, 死死扣住了门。 不周山一脉, 称天主地概念发挥。 此地, 可曾有天之众。 呵! 白发微微晃动, 声音传递出来。 找到你了! 卧槽! 好恐怖! 扎舌伏羲和和图洛书 直接一起往后狂退步, 抱在一起瑟瑟发抖。 然后, 和图洛书所化之灵意识到自己抱住了谁。 僵硬抬头, 僵硬看去, 看到了面容俊美的福西, 看到后者微笑, 看着自己, 还眨了眨眼睛, 没有一点的害怕, 慢慢的都是愉悦。 和图洛书! 不应当, 不应当! 我只是一座小石碑! 啪的一声, 和图洛书两眼翻起白眼, 口吐白沫直接倒在地上, 人事不行, 而下一刻, 那大门两侧, 被白发道人以称天主地的概念全能直接分开, 满脸煞气, 步步踏入此地。 天地人见四类概念流转。 金色、褐色、赤岩、白金, 四类法则流转, 化作了如同飞红流动般的造物, 自然而然在青山道袍之上编织出纹路, 自然而然将垂落在地的白发编织, 让道人从原本束发的姿态变化成了白发垂落, 唯独在接近尾端的部分扎起的模样。 福! 西! 啊, 啊哈哈哈哈哈哈, 我说是谁呢? 俊美的青年爽朗笑着伸出手拍着白发道人的肩膀。 这不是我亲爱的外甥吗? 这个外甥不能要了。 福西笑容灿烂,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白发道人缓声道, 哦, 我还以为你不想要看到我。 啊哈哈哈哈, 那哪能啊? 福西一本正经, 我刚刚只是在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思考群星万物的奥妙, 以及寻找一个拥有无数阿蛙的世界入口在哪里。 未冤。 白发道人看了一眼那边口吐白沫人世不省的和图洛书。 后者开门其实没有什么压力, 这样子大概是被福西给吓的。 你知道我要问什么, 后吐在哪里? 福西面容僵硬, 我不知道啊。 再问一次, 在哪里? 我真的不知道哦。 睁然鸣笑。 拔剑, 出招。 长安剑连翘砸下去。 啪。 福西双手合十, 啪一下把长安剑直接夹住, 看着那炸了毛的白毛倒逝, 额头冷汗和瀑布一样地飙出来, 这还是第一个能够直接双手接住未冤剑术批斩的存在。 如此近的距离, 足以看得出实力和入收是天差地别。 尽管如此, 福西仍旧面色煞白, 眼皮狂跳。 这一剑, 狱中四大。 会死的吧? 会死的吧? 会像是没有开神话概念结果被贡公一头创在后腰子上的老不周一样扑接的吧。 福西额头青筋奔起, 双手夹着剑, 空手接白刃, 咬牙切齿道。 你小子, 想搞死我吗? 白发道人单手, 持剑压下, 双瞳幽深, 没有高光, 语气温和道。 反正死不了。 让外甥出出气, 也是舅舅的职责呀。 死不了也会很痛的好吗? 福西大怒, 震声道。 真的很痛的呀。 魏冤道, 真的吗? 我不信。 再说了, 福西可是知道全部天机和秘密的, 我现在怀疑你不是福西, 所以我要用传统的方式鉴别一下, 把剑砍一下, 坏不掉的就是真正的福西。 福西大怒, 这是哪个傻子传下来的法子? 白发道人看了一眼和图落书, 眼瞼一该, 你呀。 福西的笑容一将。 片刻后, 白发道人收了剑, 横剑于膝, 而被这小子一剑给吓了一跳的福西躲得远远的。 作为一个擅长天机补算和提前做好准备之后, 将敌人拉到自己的节奏当中战斗的神灵, 福西似乎不喜欢和莽夫打交道。 至少, 表现出的是这样。 魏冤缓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次。 福西恍然大悟, 哦哦, 原来当年的那小子居然是你。 我就是说, 当初我就感觉到不对劲, 总觉得是未来的我下了手, 要做点什么, 所以准备了一些备用手段。 备用手段, 是指直接轰炸小世界的法宝。 魏冤嘴角抽了抽, 福西暗恨, 怒道, 好啊, 果然就是未来的我搞的事情。 那个时候的未来的我, 肯定是想要对阿娃做些什么。 幸亏我警惕。 福西得意洋洋。 魏冤喝了口茶, 眼瞼一概道, 是现在的你让我回去的。 福西的面容僵硬, 最后抱着自己的蛇尾巴滚来滚去, 心色弱死。 啊啊啊, 过去的我你就不能老实一点吗? 你就不能蠢一点吗? 那样的话, 我就可以再看到小时候的阿娃了啊。 可恶啊啊。 魏冤看着这个自己 和自己斗智斗勇的渣舌, 觉得这家伙快要惊分了。 所以, 吼, 到底在哪里? 福西躺平, 我真的不知道啊。 睁然鸣笑 长安剑连翘 反手劈下去 啪 伏羲蛇尾一弹 已直接无法以法则捕捉的速度避开 而灵力无比的长安剑 直接定在了原本蛇尾的地方 那感觉就好像是打算 直接把这条蛇从尾巴上定穿 然后挂起来包皮似的 伏羲额头冷汗冒出来 道 好 我算一算 我算一算好吧 不玩了 不玩了 不舟山公体催发下的剑术 外加天机锁定 伏羲虽然不怕 但是没事被这样抽冷子一下 也是心肌梗塞 他揉了揉额脚 道 好吧 你想看的话 就给你算一算 伏羲顺手把和图洛书拉过来 让后者重新变成石碑 借助和图洛书的力量摸鱼 成功连锁到了过去的天机命数 于是魏渊看到石碑上符 献出一幅幅画面 有身穿长裙 面容柔美的女子 在战斗 分土为杀 每一粒杀皆是犹如小世界的重量 而却又微小如同戒子 可以直接穿插入了敌人的蹊跷当中 聚散随心 散则为尘 聚则化为山岩般的小世界 展现出的战斗能力 已极为不俗 凌驾于入收和功忙至上 哪怕是此刻的未冤 也未必是对手 毕竟是十大巅峰 纵然不是以战斗而知名 但是十大巅峰之名终究不是虚假的 而后画面一转 女子的肩膀已经负伤 鲜血不断流淌下来 沾染在了沙力上 让那些沙子附带有了神性的金色 落在地上 化作了大片大片的沙漠 女子的面色苍白 咬着嘴唇 强撑着往一个方向而去 似乎是在和某种无形之物 或者说天机映照不出的存在战斗 当敌人扑杀的时候 沙力汇聚 化作了一柄一柄剑 长剑猛地横斩 时而灵力万分 时而变化莫测 时而苍茫浩大 变化而出的 是未冤的剑数 而且正是那狱中四大 流转不息的灵力杀法 敌人似乎完全没有料到 不擅长战斗的 后能施展出这样的招式 动作一致 这剑阵成功抵挡住了这一击 而这一剑也崩散 女子成功脱离了杀机 坠入了一片 墨色幽远的海域当中 画面就此结束 和图洛书的沉睡 越发的深了 魏渊心中 有一个又一个的念头 浮现出来 有松了口气的感觉 有对于后土的担忧 有紧随而后的急迫 有想要询问 和后土战斗的到底是谁 想要知道 后土现在到底去了哪里 一个一个问题 在心底浮现 让他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 福西道 还真的是 因缘既定 黑发青年微笑着道 若非是 曾经和你论道的时候 掌握了你那狱中四大 天地道人的剑术变化 后土恐怕会在这里陨落了 所以 你可以稍微松了口气了 嗯 轻衣黑发的青年 勤着微笑 看向那边的白发道人 你确实是 已经帮助到了他 这一点 绝无虚假 魏渊沉默许久 道 他去了哪里 黑色的海域 福西道 那是法则混在了一起的状态 世界上 只有一个地方是这样的状态 嗯 其实这个地方和你也有点关系 他看着魏渊 声音顿了顿 回答 中央之地混沌曾经的居所 第0814章 魏渊你不要过来啊啊 混沌的居所 也就是说 四海当中 最为中心的部分 因为诸多法则 汇聚在这里 呈现出了一种先法则 之前的混沌状态 所以以肉眼观测的话 就会是墨色的 后 逃进了这里 魏渊的神色下意识地放松 紧绷的精神下意识地 变得缓和下来 那是魂天的道场 是魂天的故居 哪怕是魂天已经辞别天地 从容离去 哪怕是此刻那里已经隐盾 可是以后和魂天的关系 那个地方也会本能地庇护 那个时候重伤的后 至少保护好他 后的对手是谁 你应该也知道吧 他是为了调查 挖黄失踪才外出的 这个敌人应该也是他们吧 白发道人回过神来 看向旁边吹口哨 视线乱飘的福西 我 你不要看我呀 我不知道 看着魏渊的注视 福西投铁特性强化 就是不松口 道 反正你再怎么看 我都不会说的 你有本事 就把我杀了 白发道人吐出一口气 道 我怎么会做出 那种事情呢 福西脸上 浮现出一丝微笑 道人诚恳道 我也就出去的时候 告诉挖黄 你想要把每一个时间线的他 都搜集起来 放在屋子里凑一起而已 顺便告诉他 他的很多经历背后 都有你的踪影 以及先天八卦的创造初衷 到底是什么 最多最多 顺便不小心 恰好提了一句捏人的时候 是你故意误导了他 目的是为了看他喊着 两大包眼泪 喊兄长的样子 嗯 仅此而已哦 啪 福西双手重重 按在卫馆主肩膀上 笑容灿烂 啊哈哈哈哈 拉近距离 脸色发黑 压低声音 咬牙切齿 你个浑小子 信不信我把你的记忆 洗成一团大叔 穿了三十年的 烂内裤啊混蛋 白发道人双手 反架在福西的肩膀上 笑容灿烂 我啊 不周山公体大成啊 我怕这个 你倒是洗洗看 顺便一提 我已经在外面做好备份了 伸出一根手指晃了晃 一百份 白发道人和青山古神彼此对视 福西有种颓败的感觉 一下松开对面 咬牙切齿 你特么 你到底是哪儿交出来的 白发道人整理了下自己的衣领 而后右手按胸微微一礼 嘴角露出一丝丝 矜持客气的微笑 图山士哦 就是你当年用自己的血和挖黄替换了之后 创造的那个士族 啊对了 这件事情也要告诉他才行 福西嘴角抽了抽 是谁 是谁搞出来这个破性格 啊 是我 是我呀 乌乌 青山神领养天长叹 只恨自己没法子 回到过去 把自己的这一个动作拦下 这样的话 眼前的这家伙 就不会是像是自己的性格 而是如同阿娃那样的单纯了 无可奈何 道 好吧 好吧 我服了 福西叹气 可是 我是真的不知道 厚土当时遇到了什么 你如果想要知道的话 可以自己去混沌所在的海域看看 但是 我并不建议你立刻那么做 福西的蛇区盘旋 懒洋洋道 因为现在的你 还远不是当年厚土的对手 而现在 就连厚土都落入了无边的险地 更何况是你呢 未冤 亦或者说原始 福西道 你到底是有多傲慢 觉得自己可以拯救了他 现在的你 几乎全部都是攻杀的手段 不周公体的撑天主地 翻天印 狱中四大的剑气流转 遇到强敌消耗对手的概念炎黄 这三个没有一个是用来防御的 也就和当年的不周山一样 你的剑术如果没有办法瞬间击溃敌人的话 那么 同等级的对手也可以轻易地凿穿你的防御 你可以一剑杀死入收 而入收的更金杀法 同样可以瞬间取了你的性命 更金代煞 魂飞魄散已经是最好的结局 说到底 不周公体 你也只是取了其双手接触概念的特性 你的攻击有余 而防御不足 镇守自身天机命格的手段 更是一点没有 简直就是十门功课 一门夺魁 剩下九门 全部都是不及格的极端片刻 到底是谁教你的 我是涂山士的 吉达 伏羲面容僵硬 最后 蹲在一边 手里 多出一根木头树枝 开始画圈圈 满脸暗淡 燃尽了的表情 呢喃挫败 满脸这小子 居然是我搞出来的 世界上怎么可以有这样不讲道理的事情 伏羲 被击沉 总之 你的攻击 未必能够强于后土多少级别 而你的防御 镇压命格 速度 再生 全方位的弱于那个时间段位 于十大巅峰的后土 现在 后土都陷落在那里 你绝对不能去 再说 你还是阿娃的保镖 伏羲补充 魏冤嘴角抽了抽 这才是你的真实想法吧 伏羲挠了挠头 黑发垂落在后面 无奈笑了一声 笑起来的时候 双眼眯着 温和而俊美 轻声道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我也只能把你的腿打断 魂魄分一半 禁锢在这里了呀 断了腿 比丢了命好 魏冤 瞳孔收缩 感觉到周围的空间 那无数法则 已充斥着冰冷恶意的方式 流动着 让他的神经 下意识紧绷 垂眸的时候 看到了周围的法则 不知道 什么时候已经化作了一座 巨大无比 繁复到看一眼神魂 都被吸走的阵法 什么时候不下的 这家伙 好像是认真的 伏羲 强大 莫测 脾气古怪 魅控 以及三界八荒 最危险的人渣蛇渣混合体 切开来纯黑的 魏冤看着那一双眸子 看到是蛇类的冰冷树桶 然后伏羲抬手挠头 爽朗大笑着道 哎呀哎呀 就只是开个玩笑吗 不要那么紧张 那小渊渊 魏冤道 本来我也没有打算直接去 但是 现在我不去的话 就好像 我怕了你一样 伏羲的笑容凝固 啪 双手握住魏冤的手 满脸诚恳道 那什么 要不然我们再来一次 你要是不去的话 我就打断你的腿 把你丢到混沌之海 然后你逆反心理上来 说自己就是不去 魏冤 算了 他看着自己的手 自嘲道 你说的 也没有错 连番的胜礼 会让心性 出现自傲的情绪 但是现在 我和十大巅峰的差距 还是很明显 不过你至少告诉我 怎么样才能去混沌之海 那里 我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 神代外海 有这样特殊的海域 因为那里 已经被封禁了 伏羲理所当然到 那个地方 是混沌所居住的 原本各类法则 混合在一起 在混沌还在的时候 还好 混沌去了 那么那些 没有居住的 混沌之海 自然而然的 会向外界扩张 如果不去管的话 终有一日 整个神代外海 都会化作一片混沌 四海之地 当然无法接受这一点 所以他们 联手将混沌之海 暂时封进入了 另外的区域 想要进入的话 需要四海之地的 全能联手 哈哈哈哈 这个可不是简简单 单就能够搞定的事情啊 小子 你还是 伏羲的声音 原本还极为嚣张 得意洋洋 然后声音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最后 他看着那边的白发道人 嘴角抽了抽 道人冷静道 嗯 四海之地 然后呢 然后呢 伏羲张了张口 发现眼前这小子的战绩 四海之地 北地于墙没了 这老小子活该 但是西方之地入收 也被这家伙爆头了 嗯 除此之外 东海之地 木神勾芒 等等 也被爆头了 这家伙是爆头狂魔吗 这才多久 四海之地 就只剩下一个了 魏冤道 聚集四海之力 才有可能进入混沌之海 那么 我现在不去混沌之海 我先想办法 把这个 要是拿到手 总没有问题了吧 顺便 也可以带着蛙黄 外出游览 伏羲道 没问题 当然是没有问题 只是 唯独是这南海之地 或许才是你面前最大的问题 魏冤正了下 嗯 她是 伏羲擒着微笑看着她 道 火神祝容 难鸣离火 代表着 寂灭的未来 具备有他足十大巅峰第一阶梯的资质 若是厚土的厚德载物 是森罗万象之机 那么 祝容 未曾抵达的全胜 就是万物的截灭 当然 你也可以试着拜访一下她 看是否能够得到她的同意 魏冤连了脸眸 火神 祝容 他下意识想到了另外一个人 阿璇 太子长勤转世 魏冤吐出一口浊气 道 或许 可以一试 魏冤离开了福西那里 来到了小世界 这里的巨大变化 仍旧还需要一段时间 魏冤沉吟 想要去找祝容的话 一方面最好 把自己的实力 在网上提一提 嗯 可以借助一下 所谓的外力 比如说 如果说 可以把人间天庭体系 和四海天道 联系起来 自己应该也可以在这里 得到天庭福禄大振的加持 嗯 先回人间一次 看看张道友 这件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 顺便看能不能从阿璇那里 得到一缕气息 用来和祝容交流 他似乎不像是福西所说的 代表着截灭和毁灭的神 那么暴力啊 魏冤想着自己之前 和祝容的短暂交流 找到了人间和这里的联系 然后一脚前踹 不周山神一脉的神通 不周山神的大脚丫子直踹 一道裂系出现 而后在对于天道和大地之道的精准掌控下 直接连接到了人间的地脉 寻找到了龙虎山 魏冤踏不进去 心里思索着 该要怎么样和老道士说一下这件事情 而祝容 不知道他的伤势有没有恢复 嗯 都已经是四海之地了 还要得到四方诸神的魏格 外加四级之神的能力 恐怕是打算给自己叠buff 真正踏足十大巅峰 结果反倒是各种buff把自己给弄倒了 也是倒霉 眼前一花 魏冤提着和图洛书 已经抵达人间 抬起头 看到恰好来到了三清殿里 这代表着老道士会跑到这里来 魏冤随手把和图洛书放下 看着三清这道门点几里 虚构的神灵 伸出手取了三根香 随手一震就已经点燃 香气鸟鸟升起 远处听得了外面的声音传来 是老道士和小阿璇 师兄 你不能喝酒了 你不但喝酒 你还藏在了祖师堂 你你你 累 你也骂骂他呀 喵喵喵 喵 一阵吵杂的声音过后 老道士成功甩开了阿璇和累 来到了三清殿外 伸手推开大殿的门 默然笑道 就喝点酒了 还什么吃药 不能喝酒 我可不信 有 老道士突然感觉到不对 看到了本来无人的三清殿中多出香火 瞳孔收缩 猛地抬头 才一抬头看到三清殿中 一名气筋陌生的白发道人正在上香 背对着门口 最中间的泥塑神像正是原始天尊 那道人上香的动作很随意 气息自然 而张若素已经提高戒备 缓声道 阁下是谁 呵 白发道人转眸 背后白色的烟气 鸟鸟升起 这种道门大殿 本来就极为空旷幽深 烟气上升 令迷宿的三清不知为何 变得极为高大 和这白发道人 一前一后 大小 虚实 真假 形成了强烈无比的对比 颜色都变得鲜明 三清殿也变得越发空旷苍远 仿佛复苏 智道红身 混成无忌 体包空有 礼极优悬 白发道人嘴角勾了勾 威一拱手 平道回答 平道 原始 张若素的神色凝固 第0815章 呼地 不行了 我要被撑爆了啊 可恶啊 魏冤 你不当人子 哎呦喂啊 吓死老道士了 龙虎山上 张若素脸色惨白惨白的 坐在那里 浮着腰叹气 白发道人干笑着挠头 刚刚张若素 准备去祖师堂三清殿下面 把酒给捞出来 结果就看到了 契机优身的魏冤 自称原始 那简直 和见到过世的祖宗出来 和你斗地主了一样 老道士差那么一点 就差不多直接隔屁了 一阵数落 魏管主满脸尴尬地跑去做菜 只是油烟味太重 老道士抱着茶 盯着魏冤 越来越长的白发 古怪道 你这是 怎么回事 你要这样做菜 魏冤看了看白发 反手抽出一把剪刀 咔嚓一下 剪刀直接崩了刃 然后就在老道士小道士眼皮子底下 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最后 直接就化作了鸡粉 魏冤面无表情 我也想修一下 但是没法子的 没办法 理发店 那是不周山一脉 永远无法到达的真实 虽然说不周山公体的特性是万劫不坏 可万劫不坏的主要是血条后的让人绝望 而且还不间断地回血 要论防御 本该远不如玄武 余强 十一这样的 毕竟血条后 但是回血慢 防御也不够强大 但是 那只是相对于三界八荒 尤其擅长防御的那些 神灵全能的 是在伏羲眼中的不够 本身已经是在防御上 极未上乘的弓体 哪怕是魏冤 以更金之气 化作了的剪子 都直接崩了人 魏冤叹了口气 拔出长安剑反手一剑 将自己的白发斩断 变成了正常的短发 那白发落在地上 然后就在张若素和阿璇眼皮子低下 魏冤的头发就疯狂生长 旁边虚空仿佛有一道身影在震声道 我不准你剪头发 你舅舅 我喜欢的就是长发 长发 长发白毛手感好 不准剪 啪 魏管主反手一巴掌 把这幻象拍碎 面无表情 嗯 如你所见 我现在被某个怨灵给诅咒了 是祝福 倔强的声音传出来 被魏冤再度反手拍碎 现在 我只能维持这个样子 魏冤嘴角抽了抽 刚刚那个只是 伏羲残留的些许 祝福 作为天机的执掌者 虽然说 伏羲真正擅长的是 造化万物的创生 和颠倒阴阳的毁灭 但是表层的手段天机 也可以给任何人叠加 让人瞠目结舌的buff 所谓 天机的家户 本来以为 会是九牛二虎 气力无双 或者说类似于财神爷那样 但是福西 用实际行为证明魏馆主 还是太年轻 他给魏冤加持了的buff是 头发永远都会保持在这个长度 而且极为浓密顺滑 砍一次多长十分之一 这样的奇怪玩意儿 而且叠加了不知道多少次 最后魏冤咬着一根筷子 双手把自己的白发戏成了高马尾 然后反手把干净筷子当发簪插进去 系着围裙 顺手拎起两把锄刀 而后有天机画作的文字 在魏冤眼皮下面浮现出来 来自于旧父福西的关爱哦 除神加护双持菜刀 类似于通知耶鸣的方式 这是魏冤自己开辟的法门 但是作为天机源头的扎蛇 似乎玩得比魏冤自己都顺手 魏冤鹅脚抽了抽 那扎蛇到底在和自己刚刚对峙的时候 顺手给自己加持了多少稀奇古怪的加护 双持菜刀 咔嚓一下狠狠地剁在一条黄扇上 把这条像是蛇一样的鱼 直接劈碎 你特么 福西 死 死 戏内 因为白发太长 在后面给道人拖着白发马尾 以免沾染尘土油烟味的小道士和凤四语 都打了个寒战 看着那边刀光森寒如同两团飞雪的厨子 头皮发麻 白发高马尾 咬牙切齿 露出白膝手腕 刀光如同飞雪 有点疯子的样子 诶 这股真是不虚的杀气 凤四语神色正重 难道对于食材怀抱有杀意 就是除神的傲义吗 我误了 蟹黄花生 松人玉米 泡芙 冰淇淋 蛋糕 知识 做好觉悟吧 小道士看着那边气势强大的凤四语 无奈叹息 愁苦着要不要把对方似乎有了一点点变胖这件事情告诉他 最后未冤端出了一盘盘美食 反手把围裙解下来 其实实力到了他这个级别 外物博杂 已经无法沾染 但是习惯还是没有那么容易解决的 哦 看上去不错嘛 很久没吃到你做的饭菜了 老道士深深吸了口气 食指大动 泪落在了老道的肩膀上 想了想 又一下飞出去 落在了魏冤的怀里 感受到纯粹的元气流转 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 哦 泪你居然这么黏人了 魏冤亚异 挑衅地看了那边心碎的老道一眼 慢悠悠的撸猫 嗯 手感确实是不错 难怪福西那家伙会喜欢撸猫 说起来鹿无猫毛的手感 真的是天下一绝 好想要在 魏冤面色微僵 等一下 克制 克制 不能被那一条扎蛇给影响到 魏冤吐出一口浊气 拿着筷子 加了几口菜 味道还是一如既往 只是似乎比起以前做的 现在做的美食口感还有所提升 魏冤连续落快 老道士美滋滋地喝了口酒 抱怨道 真的是 还什么原始 要不是老道士我呀 肯定会被你吓一大跳了 就是因为是老道士你 所以效果才更好 魏冤心中赋肥 他们此刻 直接就是在龙虎山一座后山位置上的山上 忙活了一会儿 天色渐晚 虽然说可以用花开 请客这样的东西加速食物的烹饪 但是魏冤偏偏在这些地方有着非常固执的坚守 非要自己来 魏冤端起茶喝了口 闲聊了一会儿 道 和北海的灵脉天地连接 准备好了吗 张若素道 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嗯 镇眼位置的话 有北极真武加入的话 人间的福禄大阵体系 应该能够彻底恢复全盛 北海天道的积累 实在是太过于强盛了 老者的神色缓和 有些许的期待 北海天道和人间福禄天庭的相连 会进一步的反补 强化人间界的灵气浓度 直接拉高 而阵法就相当于 同时拥有了一个新的核心节点 北极真武道魔大帝 以及充沛无比的后背来源 不必像是之前那样 举手投足都是消耗 人间自己的积累 四海天道 位格极高 可以自成循环 也就是说 消耗之后 天道和天庭大阵将会自然恢复 更进一步说 张若素可以在 长时间的战斗当中 处于御地模式 各类道法的冷却 大幅度降低 自身的道横水准 不会局限于法力的补足 和人体自身的限制 回栏的速度直接拉满 若是走到那一步 天庭浮路大阵 也就可以认定为是 利用天道的力量 加持自身 不过这个也只是加成 如果说 本身就是扶不起的那种 就根本没有资格 领受天庭浮路 而且 所谓借助的力量 也并非魂天 是这个时代的天道 和最初的魂天 完全是两个层次 魂天曾经是十大巅峰第一位 代表着的 是先万物而生的概念 是永远在上的法则 第二位的步骤 称天主地 只是表象 其实代表着 撑住了苍天和大地 使得天地辽阔的空间出现 于是秩序得以确立 魏冤喝了口茶 脸了脸眸 心中自语 十大巅峰 过去的第一位 魂天 真实的概念 缘初 目前第一位 帝骏 表面概念 移星换斗 回天返日 真实概念 未知 第二位 步骤 表面概念 称天主地 斜山超海 真实概念 秩序 第三位 福西 表面概念 斡旋造化 颠倒阴阳 先天八卦 真实概念 创造和毁灭 以及 第十位 嗯 或者说 第十一位 祝容 表面概念 火焰 高温粒子的能量转换 回风反火 焚山竹海 真实概念 洁灭万法 魏冤嘴里 咬着一根鸡翅绑鼓 牙齿没有用力 就咔嚓咔嚓咬碎 我是发现了 这帮家伙 一个比一个能眼 表面上告诉众生的 完全只是自身核心的外在表征 就像是祝容 告诉别人 他的全能 其实只是高温 就像是魏冤 告诉其他人 他擅长的手段是倒数 没有骗人 说了 但是没有完全说 当然 十大巅峰咯 肯定不可能 是为了坑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除了某条扎蛇 你以为他擅长的推演 结果本身是创造 毁灭之神 那还打个鸡毛 行了 你让着我点啊 阿璇不知道尊老 可是 师兄你也没有爱诱啊 那边的张若素 和阿璇筷子抢菜 手上的筷子运转如箭 这些东西 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 才能掌握的 老道人吃饱喝足 最后心满意足 掏出了茶壶 慢慢地喝着 魏冤道 那位湖中仙女呢 张若素道 妖精之国那里 出了点事情 他回去了 白发道人 邪逆他一眼 道 就不担心 这是那些妖精之国的长老 会为了夺权 或者说 软禁他设下的局 这已经不是 第一次了吧 张若素 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道 靳云跟着走了 啊这 那没事了 魏冤张了张口 没话说 湖中仙女 可是第一个放言 要为宝饕铁的 只能希望 那边神话里的家伙们没有打算真的对湖中仙女动手吧 炎黄这边的神话 其根源甚至于是在三界八荒四方上下的 和诞生于人间界的其他几个神话相比不同 而饕餐 虽然已经从自己的全盛期跌坠 但是其最强的时代 是在神代闯荡出名号的四兄 西山界最强的太气山神 这些昆仑一系的武神 是没有资格留名的 张若素道 所以你回来 是为了问问北海气运的情况吗 魏冤摇头 道 不是 他斟酌了下 道 大概 张道友 你得要加个班了 比如说 如果我说 另外还有两片神代外海的天道 需要和人间俘虏天庭联系的话 你会怎么 扑嗨嗨嗨嗨 老道人差一点被直接枪死 两 两个 是 老道人思绪凝滞 而后下意识一转 下意识脱口而出道 那最后一个呢 你居然没下手 魏冤道 那是祝容 啊这 张若素思绪凝滞 下意识抹了把胡子 下意识转头 看向那边清秀俊美 眉心一点火焰纹路的小道士 看向那边开开心心吃点心的凤四语 张了张口 祝容大神 你儿子和你的主计都在我们这 要不要和我们签订友好共处合约啊 这不是摆明了吗 张若素嘴角抽了抽 魏冤喝了口茶 摆了白手道 就如你所想的那样 我来这里可能会带着阿璇和四语去一趟海外诸国 如同引动北海天道和人间联系 非北地真武不足以当之 东海西海都需要各自的核心 嗯 这个问题之后再说 而南海也需要祝容出手 才能把天道和人间的福禄天庭连在一起 这是最重要的 必须是 身负有一方海域天命的存在 才能做到这样牵连巨大的事情 想要将南海和人间的福禄大阵联系起来 必须有祝容的出力 魏冤道 他现在还沉睡着 我想看看他现在情况如何 我会带着 或许是维二能救他的人 毕竟被开明紫碑斯了 十大巅峰第十一位 被十大巅峰的中间位的家伙给阴了 真的是 神话不能想 越想越觉得 这些家伙和老不周都好像 或许 从来没有不周乐子人 也或许 谁都是吃瓜 吃到自己的不周山老伯 不周山双向贯策策 不准定律 魏冤心中赋肥 准备再写一本山海珠神经 老道人缓声询问道 安全呢 魏冤回答 我会保护他们 老道人沉默着喝酒 转移话题道 那东海西海的两位大帝 你也要拉到人间天庭里面吗 魏冤摇了摇头 不会 老道讶异 奇怪 你居然不把这样的两条大粗腿拉 白发道人回答 他们碰了我的东西 已经死了 老道的动作凝固 白发道人粘起磁盏 白发高马尾垂落在后 到了杯酒 因为长时期的论道和之后的独处 养成了自说自话的糟糕习惯 道 其实书弟和乎弟两位古代大帝 有足够资格 足够的力量去承担这两片海域的气韵 但是 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何处 疏忽你知道吗 疏忽而过 上古神速岁月之主 魂天的 嗯 张道友 张道友 卧槽 阿玄 阿玄 天王宝命单 速效救星丸 都拿过来 累你去掐人中 卧槽不要用爪子掐 干 流血了 无量那个原始天尊 香蕉那个巴拉 老倒是你这个岁数 还流鼻血 也算是气血方刚了 啊 啊哇哇哇哇 在神代四海的边缘 一胖一兽两个老爷子 还在飞 张开嘴 让空气飞进来 就像是对着电风扇的孩子们一样 发出哇哇哇声音 呼地道 叔啊 你说 咱们什么时候能落地啊 叔叹气 要不是 他们想要反抗不周山的力量 导致飞行的方向偏了 也不会这么惨啊 原本是会在几天后撞到山 停下来的 现在方向偏了 得了 没撞到那海外三山 现在就飞啊飞得不带停 不周山的大逼兜 不大好理解 那一天的分量 化作飞行的力量 是否就更清晰点 叔弟叹气 看了旁边 越来越胖肿成球的呼地 嘴角抽了抽 我也不知道啊 你到底怎么了呀 感觉要被撑爆了 呼地 我不知道啊 啊 又来了 要生了 要生了 第0816章 张道友 我没有说谎 呼地在空中 飞快地飞着 一边飞 一边哇哇乱叫 叔弟先是担心 然后一眼 看到那老家伙 只是装作怀孕了的样子 在那里大呼小叫 叔弟嘴角抽了抽 大怒 忽而无形 你连形体都没有 不过是巨拢的先天之气 你怀个屁的孕啊 我打 反手一脚直踹 两个老爷子 直接在空中 你来我往的挥拳暴揍 最后齐齐一脚踏出去 两只脚 直接踩在一起 微微一正 彼此对视一眼 叔弟道 你那事情 大概率是 未冤那小子 搞出来的 咱们待会儿分开以后 从两个方向上去 找那小子 莫的问题 叔弟看着浑身 都肿起来的老友 嘴角抽了抽 你没问题吧 没问题 乎弟看了看自己的状态 补充道 反正 那小子 应该搞不出来 更大的事情了 那好 我喊一二三 一起发力 叔弟沉着 而后道 一二三 卧槽这三个字 是一起喊出来的 你个老逼登算计我 乎弟完全没有准备 两个老爷子 齐齐发力 伴随着剧烈的灵气波动 二者合力 总算是勉强 把已经消散了许多的 不周山之力底消掉 而后一左一右 齐齐飞出去 转了个方向 而左右两侧 皆是奔向大荒 无论如何 只要遇到了山巒地脉 都可以把自己 强行刹车 叔弟就只是担心 乎弟那身子 会不会直接炸掉 练甲还真 到底是搞出了什么 你既然已经保证了 那么老道至少该相信你 而且去南海 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张若素端着茶杯子 里面烈酒 抛着天王保命丹 和太乙救星金丹 非常的养生啊 喝了口一股子 大药味道的酒液 老道视心如死水 突然觉得自己 或许可以戒酒了 那你说疏忽二弟 老道是深深吸了口气 道你找不到这两位承担四海 另外两个海域的气运中心点 那你要怎么办 现在你把那两个原本的神搞死了 海域的天道没法子 和人间联系在一起的 魏渊道 只能像是真武那样 找到替换了 说起来 人间的福禄天庭大阵 似乎没有完善 老道人翻了个白眼 已经完善了好吧 其实核心 就只是四域统天的思路 以四个节点 来调动人间界的福禄足够了 只是祖师爷 也没能够想到 后世会多出这么多的变故 又是东海天道 又是西海天道的 可以调动的能力提升了 本身的福禄天庭体系 反倒是有些跟不上了 张若素叹息 看着自己的酒 痛心疾首 祖师爷也没能想到 会有你这么个惹祸惊出来啊 四域统天大阵 魏渊若有所思 老人道 再说了 当时定下这个基调的时候 也没有那么多的道门点击 还是非常初步的雏形 后来的很多天神神位 甚至于是在西游风神之后 才具备了比较系统化的体系 魏渊摸着下巴 道 嗯 要不然 按风神来 我们把这个四域统天修改下 老道人连连摇头 你还不如按照西游来 他满脸的嫌弃 风神演绎和西游记 按照现在的话来说 都是咱们道藏的同人小说 可是风神演绎的作者 想象力还是太过于局限了 太局限了 风神里面的杨简慧 因为三千凡人兵马头痛 还要诈败 还有坐骑 赢了的是因为坐骑马快 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没有开发天象地 一棍子打死了四万八千妖魔 连眼皮子都没有眨一下 风神演绎里 教主级别的纵地金光 写着一天几千里 西游记里连珠八戒的顿光 都有一天二十万里以上 杀物镜的流沙盒 都八百里宽 几万里长 我到门三清 居然会被一个不知道 谁编织出来的红军限制 限制他们的法子 居然是骗到了道场 然后骗着他们一人 吃了一个红色小药丸 说是再乱来 就长破肚烂 还什么若是先将念头改 腹中单发时时轰 这什么口水师啊 张若素牢骚大的离谱 少年的时候 看风神演绎 被震撼到 道藏里面无双 无对的三清 道门的最高存在 居然被限制了 好吧 风神演绎是道藏的同仁 当然随意 是怎么限制的 一人为了一粒 红色小药丸 谁搞事情 就让你们烂了肚子死了哦 所以你们要乖乖的 您确定这不是贺鼎红 你这是红军 确定不是及时与宋江 而且三千凡人兵马 是真的凡人兵马 让杨俭束手无策 按照这个说法 这杨俭未必打得过历史版本的楚霸王 老道人觉得自己拎着一柄剑都能杀进去开无双 你写同仁小说可以 你不要把我们道门的三清点滴得这么惨啊 好歹西游里面的话 三清太上被猴子掀了个跟头 毕竟如同神灵有战斗策 有辅助策 那老爷子定位显而易见 不是打架的 而是三界第一军火狂魔 有名有姓的神兵力气全都是太上出品 顺便人际关系特别好 那家伙的屋子里什么玩意儿都有 跟个军火兵器博物馆似的 顺便也是西游里所有人唯一一个能耗猴子后脑勺下面肉的一个 和孙猴子关系好得离谱 说起来如果从猴子那里追溯的话 太上这个身份是不是也可以以给羽王打造测量水位的工具的人 以传说和现实作为锚点炼化一个分身 嗯 就算是有这么一个人 估计也早就死了 老道人没有在意 魏冤摸着下巴 就当作和朋友闲聊一般道 道也不是不可以 说起来 似于是 老道人回答 众所周知 四大天王一般有五个 魏冤亚裔 现在的四域都有五个被选了 老人看着他 他看着老道人 张若素吐出两个字 六个 那你提四大天王有五个这个老梗是在干什么 魏冤嘴角抽了抽 嗯 都有些谁 老道随意道 和新的玉皇 北极紫威大帝 西方沟臣大帝 东方太乙清帝 南方长生大帝 当然 这个长生大帝可不是南极先翁 他的本尊名号应该是九天英元雷生普化天尊 以及 即便是道门的传说都必须要尊之尽之的 厚土 或者说厚土皇帝旨 厚土皇帝旗 老道人没有注意到白发道人嘴角的微笑消散 张若素叹息道 所以 你打算又要安插哪位进来 四玉统天之术 是靠着四方天地来统御祝福禄大阵 在发挥且强化福禄大阵效果的同时 反向强化这四方阵眼持有者的力量 如果说原本的福禄大阵 靠着我自己还行的话 你要是把神代四海彻底联系进来 就靠着我根本无法维持着这个阵法的运转 嗯 魏渊 你怎么了 嗯 没什么 白发道人摇了摇头 道 这个厚土皇帝旗的阵眼令牌 麻烦道友给我留一下吧 厚土 万物存世之机 厚德载物 造化万千 这个阵眼 确实是一个适合作为阵法基础的选择呀 老道人不宜有它 取出一枚褐色的令牌 递给魏渊 魏渊接过这一枚令牌 手指摸索着上面 被淬炼了数千年残留的道门纹路 老道人笑道 看着你这样子 你应该是已经有了承担厚土之位的人选了 是 白发道人将这一枚阵眼令牌收起 语气难得温和道 我想 世界上 再也不会有其他人 比他更适合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 只要是阵法笼罩范围内的话 持拿这一枚令牌 就能够得到了天庭福禄大阵的加持 而福禄大阵的范围内 底蕴越深厚 阵法越完整 能够一次性调动的力量也就越强 对吗 老人喝了两口酒 道 是啊 魏渊点了点头 心中若有所思 如果说 让天庭福禄大阵能够连通四海 然后找到后 将阵眼之位交给他 那么 足以令后得到一定程度的天道加持 哪怕是无法对十大巅峰级别有太过于明显的增幅 但是 这个位格 哪怕只是一丝丝的提高 都是巨大的 阵法的完善 魏渊五指卧河 虚空中一道道光芒奔走 化作了现在的天庭福禄大阵的基盘 其中基本是以老道人的御地位置为核心 维持住了阵眼 毕竟以前的天庭福禄大阵加业不够 这就足够了 但是 如果想要做到 并非是将四海天道之力汇聚入人间的天庭福禄大阵 令天庭福禄大阵恢复底蕴 而是反过来 将天庭福禄大阵直接蔓延到神代四海 只是四域统天大阵 显而意见不够了 老道人看到前面的白发道人伸出手在阵法基盘上连连点出 靠着对于天地的了解 卫渊能够清晰地把握住阵法的核心点 也就是最能加强阵法威能的节点位 最后老道人看到前方酒桌之上 一道道或者强盛或者弱小的光芒亮起 五行相生 星辰烈袖 应有尽有 卫渊柔了柔眉心 我只能做到这一点了 完善阵法 可能需要去找阿亮了 老道是瞠目结舌 你 你这是 卫渊道 四海太大了 阵法需要稍微加强一点点 张若素道 不是说 只是为了让人间恢复底蕴吗 卫渊回忆 此刻的四海乱象 嘴角抽了抽 叹气道 怎么说呢 张道友 我们都没得选了 大家都不想的 可是 没办法 那三个家伙的威力 比我预料的还要强大得多 哈 等等 你给我等等 你们做了什么呀 张若素 嘴角抽了抽 道 那么 东海和西海的气韵核心 你有想法了吗 卫渊道 大概有了一个 必须要水属 又必须有足够的位格 能够作为 连接人间大阵 和四海天道的节点 我想来想去 可能也就他了 一会儿我去找他 这里还有些其他的节点 也要张道友 你帮忙了 这一次 我们最好把福禄大阵 强化一次 嗯 张若素脱口而出 你要做什么 老者看到魏渊起身 伸出手五指握合 于是星辰烈秀奇奇放光 阵法基盘崩溃 只剩下了那一个个 亮起的阵法节点还在 白发道人端起茶盏 微微饮茶 脸眸的时候 星光不断交错 编织成为了一条卷轴 一个个节点便落下来 在编织卷轴的时候 化作了一个个的名字 化作了一个个节点代号 三清 四玉 五老 六思 七元 八吉 九要 十都 一个个名号 竖着排列 密密麻麻 并非是周天星辰那么多 而只是简单的些许节点 是真正的节点 月色之下 纯粹以星光编织的卷轴 展开游动 隐隐散发出灰红之气 老道人豁然起身 瞳孔收缩 而卷轴已然完成 最后自然而然卷起 落在未冤手中 白发道人一缕白发落下 将卷轴封好 右手竖起 平平落下 将卷轴分化为二 而后朝着一侧 微微一推 其中一份 已经出现了老道人怀里 你 这是 你选的呀 张道友 西游记里面的天庭体系 比起各部天神 更为成体系 干脆就以这些名字 当作阵法节点 代号好了 这样应该 能让福禄大阵 发挥出足够大的威能 足够完整 足够的有效 白发道人 将手中的卷轴 放入绣袍 道 那么 人间这边的选拔 就交给你 我也会寻找其他的 另外 白发道人 带着恶趣味 迈不上前 微微俯身 语气温和玩味 张道友 频道 没有说谎 老道人缓缓低头 看着卷轴上 三清下面 缓缓出现的名字 忽地看着前面的山 准备好着陆 而在卫冤决定了 稍微强化一下 天亭浮路大阵 并且为了救回后土 尝试进一步 把天亭浮路大阵 蔓延到四海的时候 老爷子面容一抽 突然惨叫出胜 眼前一黑 卧槽 未冤 不周山的力量 似乎失去了 原本的巨大冲击 无法再让忽地前行 老者轰然砸落在地 昏迷前 看到前面一双脚 他终于意识到了 为什么当初自己两个捡到那位小子的时候 老不周为什么离自己徒弟远远的 可恶啊 这小子 这小子 忽地 因为突破 境界没有准备 扑街 我要成乐子了 老爷子抬头 看到那是个高大人族 艰难地伸出手 救命 前面的人身材高大 右手握着一根巨大的缠杖 单手树立胸前 老伯 你还好吗 老伯 前来大荒 寻找机缘的僧人 看着老者 拼尽全力把忽地背在背上 身子都晃了晃 原觉的体魄 都觉得这老爷子 简直是沉重的无与伦比 若是寻常的思维此刻 就该警惕 可眼前僧人 却和旁人不同 性子很倔 咬牙支撑 道 阿弥陀佛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老伯 你落在此地 就是与贫僧有缘 你和贫僧有缘 所以 贫僧绝对会救你 第0817章 不做佛陀 一片苍茫当中 混混顿顿 先天乃生 忽地仿佛看到了 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 看到后者 正是自己的好友混顿 正自神色出神 不知道 是在想什么 而后那灰衣男子 抬起毛子 朝着忽地伸出手 吴友 你来了 我带你走 带我走 等等 我要死了 忽地呆滞 手都伸出去了 突然开始 剧烈地反抗 在剧烈地反抗中 老爷子一记大脚丫子 直接踹在了 那混沌的脸上 将混沌的脸 踹得扭曲 变形 连带着身躯 都往后扬起 你你你 给也死 然后 这梦境哗啦一下破碎 忽地猛地睁开眼睛 一下坐起 忽 我没事啊 没事 没事 太好了 老爷子呢喃了几声 啪地一下 又躺倒在下面 面色苍白 环顾周围 这里不知道 是哪里的一座山洞 还能隐隐闻得到些许意味 恐怕原本是一只山海猛兽的居所 此刻铺着甘草 倒是还算是舒坦 似乎下雨了 雨是很大 哗啦哗啦吓得不停 然后他发现了救了自己的人 那是一位高大的男子 穿着灰色破旧的僧袍 旁边放着一个斗笠 巨大的缠杖倒插在一侧 坐于青石之上 旁边一只巨大的狮子 那狮子似乎就是这里的主人 散发出暴力的气息 却被僧人单手 按住手机 无法施暴 最后反抗无果 也慢慢地安定下来 雨声犀利 僧人单手树立胸前 默念佛经 右手抚摸巨大的如同怪物的凶兽 身躯与人极致的强悍 气息却安宁柔和 道 老丈醒了 忽帝读取过魏冤的表层意识 知道这语言 醒了 老爷子拍着肚皮 叹息道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怕不是要躺在外面等死 圆爵摇了摇头 道 贫僧也只是把老丈带到这里 您体内的契机过于雄浑 浩瀚无穷 以贫僧的修为 只能稍微引导 其实是老伯 你自身的力量 把这些力量压下来的 老伯你怎么会 汇聚如此浩瀚无穷之力 老爷子嘴角抽了抽 这需要问某个博物馆主了 他仰头道 这 我也 正打算要随便找个理由 搪塞过去 这自己不小心玩脱了结果 背后背反手一张 王乍坑的差一点点 因为突破失败 直接跪了这种事情 说出去的话 就完全可以和老不周山竞争下 三界八荒四方内外的第一怨种了 不行 完全不行 可尚未开口 那种剧烈的变化 就又开始了 也不知道 未冤到底 整了个什么大的 忽帝 完全没有准备 突破境界 这也是得要有底蕴的 不能就这么硬来 强行突破 就相当于 往一个水缸里 一次性灌入超过极限的水 只会被撑爆 忽帝突然觉得 头皮发麻 该死 这小子 为什么 为什么 玉须 那个炼甲成针的名号 会突然开始和其他十大展开联系 后途 等等 不对头 还有其他的 淮水祸君 是吴之旗 玉帝 又是哪儿出来的 北极 真武当魔大帝 是 卧槽要死 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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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槽那小子 做什么了 一个未曾突破的忽帝 接收到了炼甲 还真即将带来的 和一位在位 十大巅峰的联系 外加一大票的其余存在 顺便还有福禄大镇 本身数千年的底蕴 那已经不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草 而是压死草的最后一头骆驼 忽帝惨叫不已 圆绝心中一惊 立时出现在老者身边 右手按下 直接落在老者肩膀上 一身唇厚至极的 佛门修为缓缓度过去 但是他哪怕就是有前世的积累 可相比起和混沌相交的忽帝 也是远远不足 如同杯水车心 就在忽帝觉得 自己会不会被撑爆的时候 觉得自己 似乎又要看到混沌了 突然灵光一闪 想到了解决的法子 既然说是 这反馈过于强大 修为被迫提升 那不如 把这些力量消耗出去 既然水缸里面水都挤满了 那也只能够想办法 一边把水往外面放了 他看着旁边的僧人 伸出手死死 拉住和尚的绣袍 大声道 小家伙 你知不知道 有什么特别能吹牛逼的东西 快 快点告诉我 圆爵正要回答 出家人 不打狂语 就看到老者痛苦的厉害 思绪一转 微有凝固 若有所思道 若是这样的话 倒是也还有 僧人沉吟了下 回忆那些净土宗宣扬西天极乐之地的经文 缓声道 佛告长老舍利福 从事西方 过十万亿佛土 有世界名曰极乐 其土有佛 好阿弥陀 今现在说法 舍利福 彼土和顾名为极乐 其国众生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顾名极乐 又舍利福 极乐国土 七重蓝水 七重罗网 七重杭树 皆是四宝 周扎围绕 事故比国名为极乐 僧人的声音 唇厚温和 忽地 也来不及思索 炼甲还真的神话概念 顺势而动 感觉到自身的力量 被迅速地抽离 迅速地舒服了不少 而圆绝的神色缓缓凝固 看到了一座被簇拥在了金色佛光当中的宫殿 隐隐约约出现在了自己的感知当中 甚至于隐隐有此宫殿和人间界产生了联系的可能 僧人的声音戛然而止 掌中的佛门禅杖猛地砸落 轰然佛门终生暴响 竟然是以一己之力 将这雏形的极乐世界和人间的联系斩断 镇压 未曾让这走偏了的 只需要念佛 便有功德 甚至于宣扬买僧人开光之物 便可得到大功德的最终造物 真的出现在人间 他僵硬看向那边的老者 老伯 你 忽地突然听不到诵经声 下意识道 啊 不要停 不要停啊 你念啊 僧人看着那极乐世界 未曾真实创造而出 未曾彻底稳固 稍微松了口气的时候 缓声道 老伯 还请您说实话 您到底是谁 为何 会让本不会存在于世的东西 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忽地挠了挠头 看着那僧人眼底 神色无比认真 只好老老实实说出真相的一部分 而只是这一部分 便已经让圆绝心中震撼无比 你难道 你难道 练甲还真 这 何等的 不可思议 何等无上神通 忽地催促道 你也是佛门弟子吧 快点快点 接着念下去啊 念下去 我觉得把这个东西造出来 那天极乐和佛陀菩萨出现在世上 以修自身 乃是佛家弟子 而教派之说 不过是以佛法为核心 以私欲为资粮所成的庞大的人类组织 既然是人 那便有善恶诸斑 难得上下一心 所以个人便会被裹挟 佛法乃出世入世 为愿众生解脱 顿悟 自救 自救 而教派乃上下结构 为愿众生叩拜 贵福 供养 供养 贫僧乃修心弘法僧 便是异行者 而不是教派的主持 世家 玄奘 都是以心为法 从来没有说过 有什么极乐世界 他们都认为 修行自己才能顿悟 最高的境界是觉者 佛是未来人 便是说 任何众生都可以走到觉悟的境界 但是 觉悟 可是贵拜念佛得来的 还是说 老伯你可以给我 觉者的智慧吗 老人张了张口 这个 僧人道 而若是你可以给我 那么你便也可以取走 那于我而言 并无价值 创造出了极乐世界 只是会毁灭人间的未来 人人都希望吃斋念佛 便可死后享乐 还有谁有斗战之心 还有谁有不灭之志 炎黄的脊梁又有谁来支撑 当死亡不再恐惧 那么生存将失去其尊严 生死失其绪 人间失其常 而佛教大兴 此乃结束 结束 忽帝张了张口 看到那僧人最终拎起禅杖 神色原本安宁 竟然又显露出了原本的怒目之相 看到那僧人 看着钱的极乐世界 眼底自然有些许的犹豫和执念 最后呢喃自语 佛陀 佛陀 最后执念消散 抬手拍在额头上 喝一声 和尚 甩手一抖 出来 继而放声大笑 打碎这佛陀 打破这世界 手腕一动 随着他的修为提升 越发沉重的禅杖早已经不止八百斤 猛地砸落 将那大雄宝殿的牌匾砸落 而后顺势横着挥舞 佛门弟子 踏步徐行 硬生生将这佛陀 极乐世界的雏形 给以禅杖砸碎 挥袍僧人 步步他来 横推极乐 于是楼宇跌倒 宫殿粉碎 无边佛陀 菩萨 善男信女的虚幻之相伸出手 似乎要让他踏上紫金莲花座 手持清莲灯 玉镜瓶 降魔金剑 金刚楚 诸多法宝流光异彩 贵不可言 而僧人一身 打满了补丁的破旧僧袍 双脚草鞋 手中的缠障重重劈落 僧人面色微白 盘坐于肮脏的泥土地上 垂眸往下 汗水打湿衣服 肮脏丑陋 只是双手靠拢 温和自语 一切有违法 皆如梦幻泡影 如露易如电 应坐如士官 阿弥陀佛 贫僧今日 超度极乐 双手合十 最后三生佛中悲鸣 轰然砸落在僧人背后 极乐崩溃 画面急剧冲击 创造了这个 极乐世界的忽地 都被震动 人间 竟然还有如此心性坚定之人 可恶啊 可恶啊 我为什么能说出这样的事情 让我死 让我死 卫冤抱着一根电线杆 额头撞击 在这根已经被废弃的电线杆上 哪怕没有用力 都撞击出一个个裂缝 撞出了大片大片的鸡粉 下山之后 那种羞耻感就出现了 卫馆主现在回忆 刚刚自己说的那些话 频道 原始 张道友 我没有说谎 想到自己脸上 所谓的高深莫测的 淡然一笑 就有一种用脚趾头 扣出三式一听 然后把自己埋了的冲动 羞耻 太羞耻了 羞耻到恨不得掐死自己 还好还好 没有被谁记录下来 没有被其他人看到 如果女娇在 哪怕不是做了至少几百个辈分了 到时候 往手机里一发 魏冤怕不是当场跳河 魏冤叹了口气 好不容易回过神来 此刻他已经来到了淮水 几方阵营 实力足够 还能够承担一海气运流转的 也就无知其了 他看着波涛汹涌的淮水 准备思考如何让水猴子跳坑 让他主持东海或者西海的阵眼 他铁定不愿意加班 白发道人沉思 若有所思 顿悟 掏出手机 噼里啪啦 水猴 啪啪啪 把字删除 重新打字 不 水军 有兴趣来一次传统的角色扮演 RPG游戏吗 第0818章 水军归位 在这夜色晚风当中 魏冤白发青山 看着淮水波涛 安静等待着无知其的回答 很快的 手机滴滴滴地响起来 魏冤嘴角勾了勾 慢条丝里地掏出手机 看了一眼上面的文字 而后笑容微僵硬 来自于水猴子的回答 眼瞼一概的 就像是抽起棍子当头一棒 滚 白发道人 咬牙切齿 双手按在手机上噼里啪啦 你什么态度啊 啊 我可是有好玩的 立刻就来找你了 怀水波涛之下 无知其盘腿而坐 嘴里咬着15根吸管 没入了快乐水里 因为天气渐渐炎热 水鬼开发了新的阵法 是一种寒霜阵的变种 能够完美地让快乐水 处于冰沙和液态之间 拥有夏日最佳的挖塞口感 邪腻了一眼手机信息 无知其妙地 把游戏手柄都按碎 面无表情回答 当你说水君的时候 我就知道 一定有问题 不都是有是水君 无是水猴子吗 你是不是当我傻 是啊 急答 魏渊看着无知其的恢复 痛心疾首 我怎么可能这样呢 劈里啪啦的打字回答 我对天发誓 对地发誓 若是我骗你的话 就让天帝亲自来见我 亲自来惩罚我 此言一出 天 地 人 道 妖 魔 鬼 神共见证之 有本事就跳出来 白毛道 势里不执气也撞 无知其挑了挑眉 对于道门弟子来说 这已经是非常高规格的发誓了 难道说 真的是 有什么游戏 无知其迟疑了 无知其 被魏管主打出了僵直 魏管主嘴角浮现微笑 打出致命一击 是绝版内策号哦 只有几十个名单的那种哦 考虑考虑哦 无知其 啊 都这个时候了 快乐谁你 还没有喝腻吗 怀水底部 无知其开辟出的洞服小世界 魏渊看着那边 各种口味的快乐水 嘴角抽了抽 觉得无知其和水鬼 真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好搭档 看到那边甚至于有鱼星草特工快乐水 以及香菜爱好者特工快乐水 魏渊理智地收回了准备来一瓶的手 所以 是什么游戏 哦 是 嗯 西游天庭角色扮演类游戏哦 白发道人神色爽朗 右手从袖口里摸出来一个卷轴 在拿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化作了一台手机 上面显示着的是一个类似于游戏内测问卷的 和那两位老爷子待了那么久 胎化一行 练甲还真 这两门神通未冤的熟练度比值上升 说起来 现代道士变个手机 就和古代的道士变本书没有区别 甚至于 要是现在有哪个出马先撞着胆子 给白毛道人讨口风 然后还好死不死撑过了 接下来的气韵反噬 那魏渊说 对面能变成 穿着机甲 手拿八面汉剑的双马尾 铠甲勇士 对面都得老老实实地变 魏渊 把手里的手机递过去 笑容爽朗诚挚 来啊 试试 无知旗下意识接过去 魏渊松了口气 看来擅长水流变化 和个体五粒值的水猴子 并没能堪破自己的变化之术 也是 这家伙连基础的幻术都看不起 更不可能去修行涉足凌驾于幻术之上的无上神通 嗯 就这几个 水猴子翻了一遍可选角色 就没到 没有其他的 什么其他的 魏渊庄傻 无知旗从旁侧击 嗨嗨 我是说 这可选角色名单是不是太少了 你看 不是说是西游模拟器吗 为什么这 嗯 没有什么有特色的 白发道人微笑道 嗯嗯 所以呢 想要什么角色 说出来 无知旗 既然是西游 你看 毕竟要有西游特色 白发道人满脸鼓励的微笑 所以你要哪个角色 不要害羞 说出来 说啊 你其实是个齐天大圣粉对吧 你其实很喜欢扮演这个角色咯 毕竟其中一大部分都是以你为原型的 说 勇敢地说出来 无知旗张了张口 看着魏渊的微笑表情 额头青筋崩起 最后猛地一拳砸下 咬牙切齿道 你是故意的吧 混蛋 好 好啊 不管怎么样 你打赢了我 我就打赢你 五绝论成败 败者 没有理由 无知旗甩手一拳 哪怕是没有御用权力 仍旧是气势磅礴 有着难以忽略的强大契机 魏渊抬手 手掌黏着无知旗的手腕 微微用力 水猴子一时不察 被拉扯得步步往前 微微惊愕 下一刻道人 已经出现在他身后 伸出手狂摸 现在是猿猴状态 无知旗的头顶 满脸感慨 果然啊 手感还不错 但是太刺手了 养猴子 还是不如养猫 还是说 白毛确实是 比其他颜色手感好吗 无知旗额头青筋奔起 连连出手 和未冤交手 虽然说都没能用权力 但是自己居然处于下风 最后连毛发都被撸得炸开 怀窝水君怒道 喂 冤 给本座死来 磅礴一棍杂落 白发道人脚踏大地 便以连通地脉 袖跑一招 苍天浑厚之念变化 直接将无知旗的水棍照入其中 巨大的吸引力 无知旗面色一变 下意识无止用力抓住了兵器尾端 但是之前没有在意 此刻失去了先机 蹬蹬蹬地步步向前 吸引力越来越大 一个不小心 五指一松 那水棍越来越小 已经被道人绣袍 直接收入其中 白发水君踏步往前 踉跄半步 恰好在道人之前 魏冤又恰到好处伸出 距离也恰到好处 大拇指扣住中指 而后放松 直接一探探 只淡在了吴知旗的额头 简直就像是吴知旗主动把额头送过来 让他谈一下似的 吴知旗嘴角抽了抽 大怒 魏冤 有没有人和你说 你最近越来越谢了 诶 有吗 魏冤沉思 回忆某条扎蛇 自信道 不 倒不如说 我现在觉得 我的个人道德水准 前所未有的高 片刻后 彻底战败的吴知旗咬牙切齿 开始怀疑猴声 而魏冤坐在椅子上 道袍也有些凌乱 暴走的水猴子 哪怕是彼此都有限制实力发挥 也倒是挺难缠的 魏冤怀疑 全胜时期的水猴子 应该也是十大巅峰之下 第一解体 只是现在各种封印 削弱 所以 选个角色就对了 是吧 吴知旗随意翻看 道 你有什么建议吗 白发道人微笑着指了指南极长生大帝 也就是九天英元雷声普化天尊 道 这个不错哦 是四域级别的阵 我是说 是四域级别的角色 可以得到不低的加成 当然也会有些事情需要处理 九天英元雷声 普化天尊 封神演义里的文仲太师 作为一个游戏宅猴子 封神题材 吴知旗当然知道 封神演义只是同人小说 魏冤道 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位的根底 是道门的原始天尊 和太玄玉及远景天女的儿子 经历了诸多历劫 然后修成正果 得以成就九天英元雷声 普化天尊之身 备注长生无灾 如何 吴知旗若有所思 原始天尊的儿子 道也不算是辱墨 白发道人的嘴角 一点一点勾起 笑容灿烂 啊对对对 当然不算 可是 还是不好 吴知旗还是摇头拒绝 道 既然是西游的话 那为什么没有齐天大圣 魏冤道 你要是想要的话 倒是也可以 毕竟严格意义上的话 齐天大圣孙悟空 也是大地级别的封号 那么 位置的话 就选择东海如何 花果山水连动 不就在东海 东海 没问题吧 吴知旗没有多想 点了点头 然后给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白发道人擒着微笑 愉快地想着等到 吴知旗知道 这一切之后 会是什么表情 可是对于淮水 被和神代水域斩断 又被封印了许久的吴知旗来说 得到淮水水系的加持 又在人间得到了老子的传承 便是一飞冲天 应该能抵达十大巅峰之下 最强的一批 魏冤又在这里 玩了几把游戏 被吴知旗一顿血虐 血虐到了白发道人 陷入人生怀疑当中 究竟谁才是现代人 究竟谁才是 从小玩游戏长大的 一直连输十八局 满脸茫然呆滞的魏管主 才在无知其欢送的目光中离开 或者说仓皇逃跑 看着天边星空 渐渐消散 叹了一口气 难道说到门弟子 都有修为越高游戏 越菜的传统 不应该啊 刚刚那游戏里 我一见就该 魏冤心中不服气 可还是抖了抖手 手中的手机 变化成一卷卷轴 上面多出了 齐天大圣这个封号 下面多出了名字 只要在之后 去往东海 把东海和这个名号 联系起来就可以 哼 这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需要相当繁琐的流程 魏冤柔了柔眉心 想了想 接下来 先去找一找煮酒阴吧 嗯 前去南海 祝容那边可能会遇到 不 一定会有开明的后手 所以要做好准备 比如说 镇压气运的宝物 比如说防御的宝物 疗伤的宝物 公鸡倒是不用在意 嗯 问一问主九阴 他应该知道 该怎么淬炼足以防御 神代强者的法宝 魏冤伸出手 准备拨动了夏天机 现在他已经不是 只能被动 让主九阴来入梦的级别了 动作顿了顿 魏冤突然回忆起青山女子线 回忆起 后者在自己脖子上的咬痕 等等 这个画面要是被主九阴茶叫 会死的吧 会死的吧 那家伙一定会把我打成物理师艺术的吧 至少要被欧拉二十页的那种 表面上 看起来光明正大一点 也不记仇的主罩 九幽之龙 魏冤嘴角抽了下 伸出手 摸了摸脖子一侧 隐隐感觉到一种灼热的感觉 似乎是代表着这东西 没有那么好消失 最后他给自己脖子上加持了一层又一层的封印 也不知道叠了多少层 这个 应该差不多了吧 主九阴 应该也不会察觉到 应该不会了 魏冤松了口气 而后伸出手 五指隆起 联络了清醒之梦 拨动了和主九阴的原法 真灵顿入清醒之梦 看到了熟悉的景致 看到了鸡轩缘 神农士 看到了大义和夸父 以及那永远笼罩着一层灰色雾气的灰袍 白发道人的神色 微微凝固 他 看到了主九阴的真容 第0819章 你看到了 哼 气机身后 隐隐分明 看来你在那边 大有常见 恐怕已经抵达了 轩缘巅峰的实力级别 倒是不错 平淡漠然的语言 高大的身材 以及一身灰袍广秀 面容罩着一层 无法以神魂洞穿的灰色雾气 神秘莫测 本来魏渊的脑海当中 主九阴是这样子的 但是 现在他僵硬抬头 干笑着回应 双眼所见到的 灰色雾气 早就已经消散无形 熟悉的让魏渊 头皮发麻的眉眼五官 只能让他脑海中震声呼应 青山女子线 这家伙 居然真的没有说谎 主九阴 和青山女子线 从体型到外貌一模一样 那一副灰袍广秀 高大漠然的神色 是类似于 恋假还真的幻象 是假的 是直接改变了 看到他的生灵的感知 和神魂反馈导致的 魏渊看到一本正经 端坐在那里的主九阴 看到他一身灰袍 稍微大了一号 双手捧着茶杯平淡地吹着热气 眉眼和现一模一样 区别只是 一者颇为从容自然 长发披肩 眼角有正红色眼影 一者不加粉饰 黑色长发编织之后盘起 一丝不苟 嗯 为何如此的模样 看来 是有什么隐瞒之事 魏渊眼中的主九阴台眸 从容平淡 并未开口 只是神魂震荡虚空发出的声音 神色姿态 端庄的一丝不苟 端茶饮茶 语气平淡漠然 说说看吧 遇到了什么 没什么 其实是 我确实是遇到了福西 只是和原本计划的 有些不大一样 白发道人平静地移开视线 心中默默念着 我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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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语气 稍微平静地把之前 经历的事情说了说 提起过去的时候 也只是轻描淡写地道 被送到了过去的小世界 经历了一番波折 仅此而已 主九阴挑了挑眉 轻描淡写道 遇到了谁 魏渊 无可奈何地叹气 你总要在这个时候 都要如此聪明吗 你就不能让我瞒住你一次吗 灰袍天神冷淡一笑 随意把茶杯 在石桌上敲了敲 白发道人习惯性地提起茶壶 准备抬手倒茶 抬眸看到灰色雾气消散无形 看到了端庄舒雅的神灵 嘴角微微勾起 眼眸含笑 神色无波 挑了挑眉 白皙手指按在杯盏 指负微微下线 而后柔软地绕着杯盏滑了一圈 微微往后 靠着椅背 一双踏着白色鞋子的双脚搭在一起 晃了晃 语气悠然平淡 倒茶 白发道人额头抽了抽 冷静 冷静 这家伙是男 等等 先天混沌之神 他根本没有阴阳之别 为什么以前是灰袍样子的时候 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 只是换了一副脸 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难道说我和竹九英之间 数代的姻缘和交情 只是一张脸就能干扰了 不可能 魏冤面不改色倒茶 然后茶洒了 竹九英微微汗手 语气平淡从容 居然走神了 看来 这一番精力 倒是给你留下了不少的烙印 有点意思 而从你现在的气急 深厚程度来看 应该是遇到十大之一了 是混沌吗 是 不全是 魏冤道 还有厚 竹九英皱了皱眉 厚土吗 是他 魏冤亚义 怎么 你和他关系不好吗 竹九英摇了摇头 倒不是如此 只是我素来觉得 如同他那样的性格 容易遭遇到危险 而最后 也一如我所预料 只是可惜 当时的我正在钻研 颠倒阴阳神通 不曾来得及帮忙 而他 事前也没来找我 竹九英皱眉 难道说 他觉得 我不可信吗 魏冤嘴角抽了抽 厚土具备 有天然的直觉秉性 厚土觉得 你都不可信 你这家伙切开 来不会也是黑的吧 阿布 好像就是黑的 切开来是黑的 但是是手续一方的 混沌已经死去 但是厚土 只是陷入了危险 你没心欲解 看来 是打算要来寻我 寻求解决知道吗 竹九英语气平淡 抬手饮茶 魏冤点了点头 是 现在知道了大概的位置 接下来要去找祝容那边 去南海 他把之后的决定 稍稍和竹九英说了说 主要是因为 不周山公体的局限性 是的 强大 力量 速度都齐倍 万劫不坏之体 但是 这个万劫不坏 防御力 只能说是上乘 而非绝顶 把所有诸神 都甩到屁股后面 吃尾气的是血条 老不周山 被贡公的暴怒巅峰 撞了一次 也只是昏了 还没开神话概念 可见他血条有多厚 寻常的对手 全力爆发 估计血条 也就下去了一丝丝 从比例上 跟满血没区别 对手 攻击力一万五 强大无比 老不周山 血条 无限趋近于 我回血慢 但是我血量高啊 打 打个西瓜皮啊打 暴怒叙事的水神贡公 是连帝君 都不会正面 略其锋芒的恐怖 老不周 没开神话概念 后妖子来了一发 只是昏了 稍微明白点的 就知道这代表着的概念 是有多恐怖 也因为水神 贡公那一招的 攻击力太恐怖 老不周山 硬生生回了五千年的血 才回过神来 嗯 其实如果老不周山 能得到十一那种级别的回血速度 怕不是天下无敌了 至少是天下不败 赢了 未必能赢 但是输那是绝对不可能输的 而未冤的实力还没能抵达老不周那个级别 老不周山现在的实力 公体也只是不周父子山级别 再加上要保护蛙黄 阿璇 凤四语 那么一件既能够弥补 未冤自身不足 又能够外放保护其余实力不足者的法宝 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最好还能够稍微镇压天机 主九阴若有所思 原来如此 确实 把蛙黄放在其余地方 你也不能放心 老不周山实力虽然足够 但是为人实在是过于疏忽 不是个能放心把蛙黄交给他的人选 所以无论如何 带着他是比较稳妥的选择 是 魏冤点了点头 心中默默补充 还有一个理由 要不然的话 福西怕不是能烦死他 主九阴淡淡道 嗯 想法没问题 但是你有什么预选了吗 人间界能满足你要求的 现在只有神农边 但是拿走神农边 图山市就没有了镇压气运的宝物 这一点不行 只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 而且你最终是要把宝物 还回去的 不如自己练画一个 魏冤头痛道 可是我并不知道该怎么练画这种级别的宝物 主九阴一只手撑着下巴 手指平淡敲击桌子 道 无妨 并非是极为难的事情 本作自然可以教你 这种魏冤早已经习惯性的动作 此刻却让他额头抽了抽 视线下意识偏移 没有看到那自信从容的模样 那就有劳了 哦 呵 所谓的防御 不过是分为三类 概念抵御 天机镇压 生机复苏 虽然说是有些贪心 但是最好能够完成三者合一 这样才比较配合你现在的需求 主九阴语气平淡 只是可惜 人间的道门点击 传说故事 法宝威能不够 无法作为参考 按照故事里的级别防御 太弱了 但是你若是想要给炼化出的法宝 取个自己熟悉的名字 倒也随意了 原始天尊 呵 端庄的一丝不苟 虽然面容和现一模一样 但是气质截然不同的神灵道 我记得 道门点击里 原始天尊 并无法宝 所谓故事里的七宝庙述 不过是他宫殿里的装饰 而太极图 盘古藩 更是无从说起 道藏里 道是有盘古真人 就是原始天尊的说辞 最多也就只有身披七十二色光 你要怎么练 魏渊柔着眉心 大概炼化成能保护他人的那种 放出可以扩散 收回 则是聚拢的形体 主九阴你有什么选择吗 主九阴沉吟许久 道 炼化之法 必须要你自己选择 需要契合你自身的神通 而材料的话 我确实是有一个类似的 你去过一次九阴 应该有印象 他道 当年天柱崩俗 天清西北 地县东南 九阴因而诞生 此刻九阴最深处 尚且残留 当年从天而坠的天的碎片 魏渊心中震动 天道碎片 又和不周山公体相连 和挖黄补天的传说有关 这简直和他自身无比对应 作为此刻级别修为的本能 魏渊有一种感觉 这东西几乎是已知道的 最为契合自己的材质 必然可以炼化出极为强力的宝物 他看向前面 而后看到灰袍天神挑了挑眉 端茶饮茶 悠然反问道 可是我为什么要给你呢 嗯 魏渊语色 旁边的上古莽夫天团们 已经开始端着小板凳 过来吃瓜看戏了 毕竟按照常理的话 这个时候 魏管主当然会没脸没皮地凑上去 揉尖敲背 端茶倒水 不要脸皮地死缠烂打 被各种嫌弃之后 煮酒因勉为其难地答应 这也算是相处习惯 可是现在 魏渊抬眸 看着那边眼眸淡金 不加修饰 神色一丝不苟的神灵 看着那穿着 稍显大一号灰袍的竹罩 九幽者 看到他靠着椅子 一下一下 闲散晃悠着 魏管主可耻地退缩了 啊 那什么 要不然 我再想想 嗯 老神农陷入了沉思 哎 大一愣住 而后若有所思 奇怪 夸腹摸着下巴 陷入了疑惑 就连行天 都察觉到了不对 而姬轩缘 还在看白毛 MMD动画 神农是抚须 迟疑道 那什么 阿渊啊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 白发道人像是 被火烧了一样弹起来 没有 于是 连姬轩缘 都察觉到了不妙 灰袍天神嘴角 一点一点勾起 虚幻画形 散则为虚 聚拢为体 聚散随意 故而称 先天遗弃 这种表现级别 远远凌驾于 寻常的顿鼠 出现在魏渊身前 道 视线那边 竹九音面色不善 魏渊微微厚 道 没有哦 没有 竹九音微微脸眸 竹九音若有所思 竹九音眼神微沉 而后突然面色微变 那张和线一模一样 却气质不同的面容 浮现出些许的惊恶 以及一丝丝恐惧 看向了魏渊背后的方向 道 是你 敌人 白发道人身形一变 同样暴露出和竹九音一样 聚择为体 散择为气的境界 一下转身 掌中扣剑 青山绣袍扬起 挡在竹九音之前 双瞳警惕看向前方 而后微微惊愕 只是看到了一堆的吃瓜群众 看到了上古蟒夫 看到行天 大义 神浓 夸父 还有看着小视频的轩辕 看到他们坐在了小板凳上捧着西瓜 魏渊 蟒夫天团 然后死寂之后 一堆上古蟒夫用嘴巴咬着西瓜 屁股抬起 双手往下抬起板凳 哒哒哒哒 朝着后面搜一下平易出去好远的距离 然后接着放下板凳 坐板凳 吃西瓜 顺便举起右手拇指 给魏渊一个爽朗的微笑 你很用哦 阿渊 白发道人身躯僵硬 感觉到了背后的煞气 那什么 我可以解释 可以解释哦 魏渊僵硬 一只手掌从天而落 扣住了魏管主的天灵盖 竹九音微笑着道 看到了呀 咔嚓 咔嚓 这件事情很复杂 请容我稍微辩解一下 找个理由 阿 撕 疼疼疼 松手松手 要死要死要死 你看到了 对吧 第0820章 十大巅峰的第一步 试问 当一直照顾你的老大哥 而你突然知道 对面其实不是抠脚大哥 而是类似于大美人一样的模样 你知道了 但是不想让对面知道你知道了 所以装作不知道 但是最后还是被发现你知道了 该怎么办 严格意义上来说 我只是有点惊讶 而且我也没打算说出去对吧 咱们的关系 那个可是过命的交情 煮酒阴啊 我认为你完全可以相信我的道德水准 真的 我一定会保密的 而且最近我发现 我的道德底线远远要比我想象中的高的高 最后 你可以把我从这里刨出来吗 我觉得这样有失尊严 袁天刚 你呀给我刨出来啊 混蛋 魏冤认真的给自己辩护 最后 看了看周围的土 嘴角抽了抽 破口大骂 现在 整个的被埋在土里面 只剩下了一个头在外面 鼻青脸肿 煮酒阴脸上的灰雾浓郁了十几二十层 此刻端着茶盏 语气缓和道 所以 献给你说了什么 他又对你做了什么 什么动漠啊 哈哈 你想多了 真的 煮酒阴伸出手啪的打了个响指 魏冤嘴角抽了抽 看到前面 把头给抱下来的 刑天 双手握着一柄 森冷森冷的斧头 另一双眼睛也闭住 端庄走来 似乎打算给他来一发 路易十六段头台 魏冤嘴角抽了抽 不就是知道 你真容了吗 莫必要这么大反应 我又不会因为你 长得不够男人位 就不把你当兄弟 我们之间 大可不必啊 还是说你以前因为这张脸的原因 给青山献背了不少黑锅 所以有了心理阴影 啊这 想想那边的性格 貌似大有可能啊 眼看着行天 貌似非常兴奋的 打算给自己一斧头 魏冤嘴角抽了抽 大喊道 五百年的饭 一千年 旁边姬轩缘 敲击了下铜锣 高呼道 一千年一次 一千年两次 还有更高的价格吗 看着那斧头披下来 魏冤大呼道 我答应你一个要求 他的一声响指 行天府稳稳地停住 挥袍天神将手中的茶盏 随手放下 缓声道 好 很好 那你给我听好了 你下一次见到线的时候 朝着他这里给我来一手刀 煮酒音指了指额头的地方 沉声道 胡闹了如此之久 也该吃些教训 魏冤嘴角抽了抽 是 确实是该接受教训 但是为什么是我去打 魏冤双手 撑着地面 把自己拔出来 一如往日的打算 走到自己的位置上 却看到 主酒音抬手制止 道 止步 你站在那里 就可以了 主酒音难得的 有些警惕 有些戒备 道 你身上 必然被那些案中 藏了什么后手 本座不想要接受 不属于我的记忆 和感受 否则的话 根据我所感受到的不同 从被断打八千次 到直接扔到酒油下面 压着做大锅饭 一千年不等 你自己考量 白发道人沉思 白发道人 若有所悟 白发道人 嘴角微微勾起 浮现出微笑 哦 或 难道说 煮酒音 你怕了 或或 不单单不再敢于对我出手 就连让我靠近都不敢了 鸡轩员 行天 夸父 神浓士 齐齐道抽了一口冷气 而后登登登 后退几步 旁边的大意早就 变成了一张表情包 灰袍天神额头青筋奔起 白发道人 坐在石桌旁边 反手把茶杯放下 敲了敲 倒茶 灰袍天神嘴角勾起 浮现出危险的微笑 哦 茶 天神端起茶壶 在道人得意洋洋的时候 轻描淡写地倒下去 热茶直接倒在了道人的脸皮子上 倒在了眼睛上 为你的眼睛干杯 啊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上古莽夫团 看着抱着自己的膝盖 在地上滚来滚去的白毛道人 嘴角抽了抽 有种古怪奇妙 又极为诡异的幻式感觉 有点眼熟 对 有点眼熟 狠谢的感觉 对 谢的吊渣了 总觉得会很想要揍一顿的呀 是啊 很想用神弄鞭吊起来抽一顿啊 上古莽夫天团达成了一致 最终白毛卫管 主舞着眼睛坐在了石桌对面 石桌已经被拉成了一张长桌 显而易见 已经开始对另外一个 自己产生心里阴影的主酒音 喝了口茶 道 不过 你的实力 比我想象的还强大了些 魏冤双手把玩杯盏 道 福西和我说过十大的一些特性了 并非是大道上延伸出的某一类神话概念 而本就是大道本身 不过 我也就只是知道这些而已 主酒音抬眸 若有所思道 奇怪 他居然真的会告诉你真的 居然没有在里面埋坑 埋坑 魏冤正住 主酒音平淡道 对 福西此人 心情恶劣 心底纯黑五白 根本没有一点好心思 其实 也就是那边的那个 我比较轻松 如果是我亲自去找福西的话 可能会直接打一场了吧 魏冤明白过来 你被他 会刨天神的心情 显而易见地变差 手中的杯掌握 在手中 平淡道 我是想要尝试他的颠倒阴阳之术 才变成为了这个样子 那你猜一猜 正常的颠倒阴阳 逆乱乾坤的神通 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吗 魏冤 主酒音平淡道 九真一假 甚至于是九十九分真 唯独一分是假 如此这一分的假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果 挖黄和我关系不错 所以他说 他自己牵扯到挖黄的安危 我自然会出手帮忙 会愿意让你去见他 让县去见他 但是一马归一马 在此事之后 本座自然会向福西讨回这一次公道 魏冤张了张口 很想要问一句 你当年和挖黄的关系是不是不错 对 如果不是不错的话 也不会去帮忙支撑九幽 主酒音 主照九幽之龙 也算是龙蛇一脉 再加上这一张中性脸 铁定了 在福西的排除计划里啊 魏冤嘴角抽了抽 因为共同的挚友 和自己妹妹关系 走得太近 所以把自己的根本大法 里加了点问题 亲切的传授 给了对方 把对方搞出了走火入魔 精神分裂 福西 那家伙 还真的是人渣啊 妈耶 对着交好友都下手这么狠 这家伙 已经彻底没救了 不过线和他关系 好像不错 等等 难道说线是被分出来的 啊这 难怪连线都警惕他 福西的人渣程度 加深了呀 主酒音淡淡道 不必担心 对你的部分 福西没有说谎 不过也未必没有 我觉得 你最好还是要克制自己的本性 不要被福西 潜移默化的影响 嗯 你自然会保护好蛙黄 但是福西大概率 也会给你身上 留下各种各样的加护 嗯 我知 不 我是说 比如 蛙黄遇到危险的时候 立刻顺移前去挡刀 蛙黄饿了之后 会立刻去找到 可以给蛙黄填饱肚子 又味道美好营养丰富 对身体健康的食物 这一类加护大概率 有超过5000种基础款式 每个基本款式里面 会根据遇到的情况不同 而有不同的分支 足以把一个 十恶不赦的恶徒 改变成为对蛙黄 忠心不二的肉盾 而且蛙黄身上也有 类似的加护 所有人族的生灵 甚至于只是具备有人族的血脉 对蛙黄都会有天然的好感度 这是福西研究了许久的 粘延到了你们一族血脉当中的保护欲 当然 也有你们就是蛙黄创造的一族有关 未冤呆至中 竹酒阴嘴角勾了勾 至于性格上 大概是你跟他相处的时间太久了 十大巅峰之一 其自我存在极为强烈 会下意识地影响到周围的生灵 换言之 外生相救 你要是以这个实力接着和他相处 你和他的性格相似度还会提升 变得和那条扎蛇一样泻 不可以 竹酒阴摇了摇头道 至于想要晋升的话 倒是也有法子 不过很苛刻就是了 创造一条大道 哪里有那么简单啊 这一条路只能够你自己走 未冤缓声道 那么 大概的方向呢 竹酒阴沉吟了会 回答道 十大巅峰 各自的实力 风格不同 但是至少有类似的一个特性 那就是锚点 魏冤缓声道 锚点 竹酒阴道 是 并非是靠着他人的认可 才可以得到力量 而是说 是让自我不要在漫长的岁月 和强大无比的力量之下 一点一点 丧失的手段 也是足以从岁月中归来的大神通的前提 是确保 我不会因为欲望而扭曲 不会因为力量而迷失 也不会在漫长的岁月之下 变得无情无心的方式 千秋岁月 而我不变 天地万劫 而我不灭 等到你走到更高一步 实力越发强大 那时候个人 对自己的约束 会逐渐失去作用 欲望的不断蔓延 力量的不受拘束 将会让自我发生变形 而为了始终维持住 我的情形和认知 需要锚点 确定边界 魏冤缓声道 类似于 你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说的契约 是 也不是 我所谓和天地众生的约定 不过是锚点的一类 主九阴淡淡道 准确来说 你现在 想要抵达十大巅峰这一层次 就至少要做到 通过各种方式 将传说扩散 过去 现在 未来 以及此案 彼岸 无端 在时空各处留下自己的烙印 并非是拘泥于一族的烙印 而是遍布这六个概念级的烙印 人族 大荒 昆仑 外海 归虚 乃至于森罗万界 都要留下你的痕迹 而后所有的烙印和二为一 自我诸界为一 你所凝聚的概念和道路蔓延过去 现在未来 故而可称之为 无所不在 所以 想要踏足十大 你便要先开辟一条新的大道 而后借助 在过去现在 未来留下的无数传说 分散于此处 笔触无数世界 并且借此为锚点 反向强化自身 令此大道 为无数存在认可 确立自我的边界 人间界 魏渊 从清醒之梦当中归来 在确认了 他也已经摸到门槛之后 主九阴 倒是没有隐瞒 平淡地把自己所知道的 十大巅峰的道路之一 告诉了他 这是真的 极为困难 且苛刻的条件 难怪于强 耶鸣这些强者 都困顿了漫长的岁月 开辟道路 而后将道路蔓延到十方内外 不仅仅是人族 而是大荒 昆仑 山海 所有生灵的过去都知道 听说过这个概念 这一点 就几乎不可能做到了 在时间和空间 以及无数世界 都留下自己的烙印 然后让这些自我烙印 合而为一 凌驾于岁月 命运 时空 该怎么做 魏渊柔着眉心 想了很久 看来 玉须原始这个名号 可能真的有必要了 现代的道藏 炼甲还真 至少 可以先在人间的过去留下烙印 或者说 这一步 反而是最简单的 走出去的话 半步时大 其他的就极为困难了 先试试看 岁月烙印 不知道 走出这一步 会有什么特异之处 魏渊 按了按脖子上的痕迹 松了口气 之前在梦里 和竹九音的短暂交手 他感应地道 竹九音 虽然仍旧强大地不可思议 但是和福西相比 还不够 只有正常十大巅峰 一半左右的战力 福西那家伙 下手是真黑 不过 也幸好 没有被察觉到烙印 否则的话 就太尴尬了 因为青山女子县的原因 在刚刚的梦境里面 魏渊想要 和竹九音 维持之前的交流氛围 就只能去做死自爆了 把注意力牵引开 于是 只有魏管主受伤的世界完成了 至于如何自爆 魏渊表示 因为有水鬼 有羽王这些家伙 魏管主 在这一方面是有足够丰富的经验 夜色当中 魏渊迈步徐行 走回到了博物馆里 没有谁察觉到他回来 看着熟悉的屋子 看着那老木材质的柜子 魏渊都觉得恍然如梦 伸收入怀 手中多出了一封信 把信间轻轻放在了博物馆展台上面 然后提起一支笔 博物馆藏品 代号出 至道红身 混成无忌 体包空有 礼吉悠玄 辞别天地 以观大道 十大之上 天下无敌 逐道而去 成绩辽灾 好友魂天觉笔 故有冤所藏 美美所见 念故人之容 恶腕而叹 汗慎 最后未冤的动作顿了顿 伸出手指 将那个好友冤 改为了圆 随手一松 这一张纸轻轻落在了最高处 仿佛连天地都轰然下沉 玄机和这个博物馆连接在一起 原本的博物馆便越发的苍茫 幽远 古老 诸多的因果天机都被镇住 白发道人坐在博物馆的木桌前面 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平静翻看着书 路人夜间经过 看到这仿佛和人间隔绝的 苍老幽远 如在此事 如在彼端的博物馆里 道人引茶读书 仿佛幻觉 等到天边星辰 逐渐细微 魏渊才把书合上 嗯 算算时间的话 也到了道门早课了 魏渊吐出一口气 回忆竹九音说的十大特性之一的 毛点法 神色微微正重 伸出手 这一次他不再是要画符 而是要做一个尝试 设立毛点 取代历史上诸多道门弟子对于原始的认知 尝试建立岁月烙印 回应道门的早课诵经 踏足半步 那也是和十大之下彻底划分开来 嗯 以原始天尊为首的道门是 上青茅山派 也就是说 临手以老爷子 林林儿 还有小云吗 魏渊闭上眼睛 一缕道运缓缓荡开 原始 来了 我们随便的 没有 冬春 oll 全部 笙 打 一下 让 在 一